第二千二百八十一章书里天机 真传弟子赤红郡主和柳平都吓了一跳 他们才刚刚拜入内门 对于书院的真传之地几乎是一无所知 钟长老解释道 九大长老都是先王强者 一般来说内门弟子踏入真一境之后 才有机会拜入九大长老的门下 成为真传弟子 但如今苏子墨登顶到新梯 成为乾坤书院古今第一人 惊动九位长老同时现身 九大长老若是起了提前收徒之念 也未可知 柳平笑道 我这一生师兄还真没叫错 苏师兄竟然能有这等机缘 赤红郡主也感慨道 若是能成为真传弟子 确实称得上是一步登天了 三人谈论的声音不大 但由于周围颇为安静 不远处的方清云等人 都听得清清楚楚 一想天开 方清云挑了挑眉 开口道 众所周知 想要成为真传弟子 必须有个前提 就是踏入真一境 成就真仙 我也是随口一说 钟长老不愿与方清云争辩 笑着回了一句 方清云却不愿就此打住 道 钟长老 你在那门时间也不短了 应该知道一些事 即便是在真传之地 也并非所有的真传弟子 都有机会伴入九大长老门下 这确实是事实 乾坤书院真传弟子数百人 能伴入九大长老门下的 加在一起还不足一半 方清云唯唯摇头 清笑一声 道 就算苏子墨登顶到星梯 但他的修为境界太低 不过一阶天仙 哪里有资格伴入九大长老门下 就在此时 半空中须发花白 年纪最长的大长老清可一声 缓缓开口道 这苏子墨道心强大 天赋不错 只是境界太低 难入诸位法眼 正巧老朽还缺得关门弟子 此言差矣 三长老连忙说道 境界低没什么 完全可以修炼 我这里原灵石 原灵意充足 全力培养 能让他以最快的速度 争取在五万年以内 踏入真一境 三长老掌管着乾坤书院的诸多修炼资源 自然有这个底气 比这属于假公祭司 二长老应深深地说道 若是违反门规 我可不讲情面 停顿少许 二长老又道 据说此子杀伐决断 冷血无情 我看最适合继承我的衣钵 将来让他执掌书院刑罚 也未尝不可 你们 大长老举其手中拐杖 重重地敲了几下 吹胡子瞪眼地说道 老朽已经步入晚年 受缘无多 就看在这个情面上 你们也不能跟我争 大长老 这是两码事 六长老淡淡笑道 我们下弟子均是女修 正好缺个男弟子 我看这个苏子墨就不错 在我们下 将来寻找道理也很是方便 那么多师姐仙子 随便他挑 六长老身姿风盈 虽是中年 皮肤却仍是光滑细腻 气质出众 淡然以笑 也有一份风韵 听闻此子在万年大会上 大开杀戒 五长老突然开口 生如金石交集 此子杀性如此之重 最适合在我门下修行 你们都不要跟我争了 半空中 九大长老七嘴八舌的争论起来 让下方的醋万名书院弟子 都看傻了眼 在众多书院弟子的心中 九大长老完全是书院忠高高在上 遥不可及的神秘存在 没想到 九大长老如今竟然如同寻常人一样 为了一个书院弟子 聚在一起争论不休 谁都不肯轻易让步 方清云的笑容将在脸上 神情尴尬 直到此时 他才意识到 登顶到星踢这件事在乾坤书院的影响 比他想象中的大得多 方清云微微垂首 隐藏自己眼眸中的阴沉 若是苏子莫真的败入九大长老的门下 成为真传弟子 那苏子莫在书院中的身份地位 就已经凌驾于他之上 原本 就算这次失利 他也有很多手段来对付苏子莫 但苏子莫若是真传弟子 他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到星踢上 苏子莫正在承受最后的到星试炼 自然是感受不到外面发生的一切 不知道外面已经因为他的举动 几乎闹翻了天 智慧之街上蕴藏的意志 对苏子莫的道星冲击 还没有杀戮之街 见到之街来的凶猛强烈 但这层时街上留下的智慧意志 包罗万象 庞杂浩瀚 无所不赦 天文 历法 秘术 星战 战后 古事 命理 相法 堪语 辅咒 则吉 杂战 长生术 这层时街上的智慧意志中 蕴藏着无穷无尽的信息 无穷无尽的奥秘 洞察天地 探寻浩宇 无法揣度 这些东西 似乎化作无数奇奇怪怪的陌生符文 蕴藏玄妙天机 不断冲击他的世海 蜂涌而入 这些符文密密麻麻 铺天盖地 没有穷尽 五道之星 燃起熊熊火焰 不断炼化智慧意志中蜂涌而来的这些奇怪符文 智慧之街上的意志 也无法撼动五道之星 五道之星的战火 越来越胜 战意越来越强 但第九阶 似乎不仅仅是对道心的考验 这无数奇怪的符文 还在冲击着苏子墨的脑海 苏子墨深处在无穷无尽的幽暗星空之中 周围弥漫着无尽的奇怪符文 自己仿佛要被淹没 整个脑袋几乎快要炸了 他虽然不认识这些符文 但每个符文中 都蕴藏着宗主的无上智慧 以他如今的修为境界 他的世海 根本无法承受如此浩瀚无尽的符文 第九十阶上 苏子墨的身形 微微晃动 似乎要从上面跌落下来 是海中 青莲元神挥动三宝玉如意 想要抵挡周围无尽的奇怪符文 但以三宝玉如意的伟力 也无法将这些符文挤落 就在此时 青莲元神的另一只手中 握着的太乙浮沉自行飞离掌星 在是海中轻轻浮动几下 说来也怪 玉丙白丝的太乙浮沉 在是海中浮动几下之后 那些涌入近来的符文 竟突然安静下来 井然有序 三千尘丝 梳理天机 这些符文在太乙浮沉的梳理之下 渐渐退出苏子墨的脑海 奇怪 苏子墨明显能感觉到 太乙浮沉的身上 似乎有某种力量 与这些奇怪符文相似 出自同源 太乙浮沉受到这些奇怪符文的刺激 碧绿的玉柄上光芒流转 似乎有什么风镜被打开 与此同时 一段传承记忆涌入苏子墨的脑海之中 第二千二百八十二章第十阶 清廉真身在晋升到十一品之后 得到这件浮沉法宝 但关于这件法宝的传承记忆 极为稀少 只知道这件法宝名为太乙浮沉 其他信息一概不知 而如今苏子墨登上第九阶 太乙浮沉书里那些奇异符文 似乎触动某种静置 一段传承记忆涌入他的脑海中 阴阳符经这段记忆中 只有一部经文密法 分为上下两篇 不过六百余字 而这两篇的内容 苏子墨一个字都看不懂 因为这上面的内容 均是由之前他看到的那些奇怪符文所书写 他根本不知道每个符文所表达的意思 更不知道这部阴阳符经究竟有什么用 与太乙浮沉又有什么联系 苏子墨自己三悟半天 也没有想出各所以然 阴阳符经虽然只有六百余字 但对他而言 简直如同天书一般 苏子墨站在道心梯上 有九位爵士强者的道心意志环绕 是海中发生的这番变化 旁人却是感知不到 整个过程说来短暂 其实已经超过一个时辰 苏子墨站在第九十街上整整一个时辰 而九大长老始终没有离去 就在一旁等待着 看上去极有耐心 八长老 你若等不及 就先回去吧 三长老笑道 我估计啊 等他试炼结束 也不会跟你学什么打铁铸造 八长老只是笑而不语 看样子 此子连宗主凝聚的智慧之街 也成功渡过了 大长老微微汗手 大手轻啰胡须 神色越发满意 登顶道心梯 和通过九层道心梯的试炼 又是两个概念 两个层级 能登顶道心梯 就证明苏子墨的道心已经足够强大 甚至引起九大长老抢着收徒 能通过九层道心梯的试炼 更加难得 这一次 九位长老更加不会谦让 都暗自盘算着 等苏子墨结束试炼之后 该如何将其拉拢到自己的门下 嗯 就在此时 四长老微微皱眉 目光落在到心梯旁边的玄老身上 心仪一声 这个玄老头不去看守秘阁 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我听说 刚才预产与这苏子墨登到心梯赌斗 在第三十阶上被杀意侵袭 是他出手救下来的 九长老道 虽说道很毁了 但至少命保住了 哼 五长老微微冷笑 道 失去修为 就算保住性命 也是葛费人 与楼已无异 二长老的脸庞 始终阴沉 冷冷地说道 既然已经救完了人 这选老头还待在这做什么 他不会也动了收徒之念吧 三长老打趣着说道 呵呵 七长老轻笑道 跟他能学什么东西 学他去看守秘阁 当个看大门的 几大长老议论选老之时 大长老始终没有开口 只是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 此时 听到几人要将选老驱逐 大长老才缓缓说道 算了吧 毕竟他算是书院的老人 在书院的年头比宗主还久 卖他的面子 不用理会就是 全老听着几大长老的议论 始终面无表情 也没有抬头去看 道星梯 苏子墨青山磊落 迎风而立 意味飘动 烈烈作响 他缓缓睁开双眼 望着前方 神色平静 脚下的智慧之街 已经对他没有任何影响 九层道星梯试炼全部通过 但他却没有立即离开 两大阵深的道星 在经过九层道星梯的试炼 道星力量已经彻底激发出来 战火点燃 熊熊燃烧 苏子墨的道星 积蓄着一股庞大到难以想象的力量 无处宣泄 苏子墨望着前方的虚空 目光如炬 眼眸中仿佛燃烧起两团火焰 整个人的气势不断攀升 真是难以想象 竟然能有人通过九层道星梯试炼 而且还只是葛一阶天仙 这个苏子墨 极有可能是乾坤书院空前绝后的第一人啊 不错 曾经没有 今后也很难再出现了 尘埃落定 人群中也渐渐多出一些议论的声音 众多修士都是感慨万千 谁都没想到 只是源于一场阴差阳错的赌斗 一个下界飞升的一阶天仙 竟创下乾坤书院前所未有的记录 此时回想起最初对此人的轻视不懈 冷嘲热讽 不少修士都是暗自羞愧 苏师弟已经通过到星梯试炼 怎么还站在上面 有人问道 估计是想多感悟一会儿吧 另一人说道 散了吧 没什么看的了 再等等 苏子墨到底能否成为真传弟子 扮入哪位长老的门下 还没有结果呢 我是不等了 免得再受刺激 回头你告诉我结果就行 不少修士这次受到的打击不小 都准备回去闭关苦修 就在此时 站在第九阶的身影又动了一下 依然是熟悉简单的动作 举步抬足 朝着前方的虚空 再度踏出一步 那里什么都没有 苏子墨的这个动作 显得有些怪异 但这一步踏落 书院中的山脉都跟着晃动了一下 惊奇无数飞禽走兽 地动山摇 万寿咆哮 原本正要离去的修士纷纷止步 转头望去 紧接着 众多修士的眼睛 瞪得越来越大 看到了他们一生中都难以忘记 无比震撼的画面 只见苏子墨的脚下 在第九阶之上 浩瀚庞大的意志凝聚 一道道光滑流转凝聚 再度浮现出一层石阶 越发清晰 越发明显 刹那间 天地震动 异象降临 无数朵莲花 从天空飘落 苏子墨的脚下 也绽放出一朵朵金莲 天花乱坠 地涌金莲 这本是两大大神通 如今却以天地异象的形式降临下来 苏子墨的脚下 都开始燃烧着熊熊火焰 烈焰腾腾 焚烧金莲 呜呜呜呜呜呜 咚咚咚咚 突然 众人的耳边 听到一阵奇异的响动 似乎可以触及到每个人的心神 众人体内的元气 真元 元神 都不受控制地跟着战斗起来 吹大法罗 即大法谷 全老惊呼一声 斯 九大长老同时变色 传说唯有大道共鸣 才会衍生出吹大法罗 即大法谷的响动 只有在最古老的先典佛经之中 才有所提及 九大长老修行促十万年 也未曾聆听过这样的声音 天地震动 大道共鸣 苏子墨再踏一步 凝聚第十阶 第二千二百八十三章书院宗主 这一次 不仅仅是在场的众多书院弟子 就连九大长老都是满脸震撼 大法罗 大法谷的声响 根本不是普通的声音 而是仙音 是范音 是天籁之音 不要说那门弟子 真传弟子 九大长老这样的先王强者 在这种仙音之下 都感觉自己无比渺小 众多书院弟子已经完全蒙了 震惊 迷惑 难以置信 每个人都瞪大双眼 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 这怎么可能 众人没有见过宗主凝聚第九阶的一幕 但如今 在场众人竟然有机会亲眼见证第十阶的形成 苏子墨不但通过道心梯的试炼 还创造出第十阶 第九阶之上才是第十阶 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数字递径 这更意味着苏子墨的道心似乎已经打破某种极限 甚至还在书院宗主之上 这可能吗 苏子墨只是一阶天仙 虽说道心强大与否 与修为境界无关 但一阶天仙凝聚出来的道心 可以强大到这般地步 道心梯每一层的十阶凝聚 都会越来越难 想要在后面凝聚道心十阶 首先就要承受前面的道心试炼 这对绝大多数修士就是巨大的考验 而当这一世的书院宗主凝聚出第九阶的时候 所有人都以为 这便是极限 这便是终点 久违急促 想要打破这个极限 完全不可能 谁能承受住九层道心梯的试炼 还能在书院宗族的智慧之阶上 再进一步 凝聚第十阶 这一幕 对在场众人的心理冲击和视觉冲击太大了 通过道心梯试炼 苏子墨最多算是乾坤书院古经第一人 引得九大长老齐聚 抢得收为弟子 而如今 第十阶道心梯凝聚而成 这恐怕已经不能用简单的书院古经第一人来形容 这种成就 空前绝后 足以再入书院史册 万古留名 天啊 苏师兄到底凝聚的什么道心 竟然强大到这个地步 柳平张着小嘴 神情呆滞 仍没有从眼前这一幕中缓过神来 钟长老咽了下口水 道 现在想想 玉缠针先书的不晕 他这是招惹上什么存在了 凝聚道心梯地十阶 这件事传出去 恐怕会引起神肖先玉巨大的震动 赤洪郡主青南一生 这件事的影响 绝对要在万年大会一战之上 其实 赤洪郡主仍是低估了道心梯地十阶的意义 苏子墨若是通过九层道心梯 并会在神肖先玉掀起巨大波澜 而如今 他在书院宗主之上 凝聚出地十阶 这件事若传出去 会引得九肖先玉乃至整个天界为之震动 就在此时 半空中突然出现一道身影 没有人看清 这道身影是怎么出现的 当众人看过去的时候 此人就已经站在那里 来人身穿一袭青色如袍 身形挺拔 只是平须而立 背负双手 便透出一种渊庭悦志的气势 九大长老在此人面前 似乎都低了一头 宗主来了 钟长老惊呼一声 赤红郡主和柳平下意识地看去 目光落在宗主的脸庞上 就仿佛定格住 再也移不开 书院宗主看上去 不过中年 只是两鬓带点灰白 脸庞俊美无瑕 比九位长老要年轻得多 他额头宽厚 天庭饱满 似乎蕴藏着无穷智慧 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他的双眼 犹如夜空中的璀璨星辰 深邃神秘 又如同深海中的宝石 闪烁着奇异的光泽 望之一眼 就不自禁地沉沦其中 似乎拥有无尽的魔力 这双眼眸 有深沉忧郁的情感 也有神采飞扬的光芒 有浩瀚星空 有天地万物 有滚滚红尘 也有云云众生 每个人透过这双眼眸 看到的似乎是不同的世界 不同的景象 书院宗主现身 引来所有人的目光 宗主 九大长老微微拱手 拜见宗主 下方的众多修士 也纷纷躬身 行礼山呼 祭坛上的玄老 也终于抬起头来 朝着书院宗主 看了过去 微微汗手 这次的动静太大 连宗主都惊动了 宗主现身 会不会也动了收徒之念 不会吧 听说宗主收徒要求极高 非常苛刻 如今门下也只有六位弟子 听说莫清仙子就是其中之一 邻居地时阶 旷古朔经 空前绝后 拥有这样的道心 被宗主看中也不是没有可能 众多修士 窃窃私语 议论纷纷 九大长老重 八长老最先退出 转身离去 似乎看到书院宗主出面 直接选择放弃 宗主 你怎么三长老试探着问道 能在我的智慧之阶上 凝聚地时阶 我自然要来看看 谁有这样的本事 书院宗主的目光 落在苏子墨的身上 赞叹一声 年纪轻轻 只是一阶天仙 真是难得 宗主 你不会也想将他收入门下吧 六长老直截了当地问道 有何不可 书院宗主望着六长老 唯唯一笑 反问一句 与书院宗主的眼眸对视一下 六长老的脸颊上 掠过一抹淡淡的红韵 他侧过头去 摆了摆手 轻声道 罢了 既然是你动了收徒之念 我退出便是 这是一块普玉 书院宗主温声道 我会亲自叫他 这句话落下 也意味着书院宗主将收苏子墨为徒之事 几乎没有悬念 若是能拜入书院宗主门下 自然比拜入九大长老门下更好 因为在书院中 恐怕没有人比书院宗主的本事更强 书院宗主收徒的门槛也非常高 如今门下只有六位弟子 其中的月华剑先明镇神霄 化仙墨清 在九霄仙玉都是赫赫有名 若能拜入书院宗主门下 将是化仙墨清 月华剑先的师弟 与他们的身份地位相同 那将是何等的待遇 既是宗主出面 我没什么说的 二长老宣布退出 其余的几位长老也不再坚持 九大长老心中清楚 虽然都是先王强者 但他们的手段本事 都远远比不过书院宗主 即便加在一起也不行 我不同意 就在此时 书院宗主的脑海中 响起一道声音 除了他之外 没有任何人察觉 第二千二百八十四章记名弟子 听到这个声音 书院宗主神色不变 似乎并不意外 书院宗主的目光 仍是停留在苏子墨的身上 没有低头看向玄老 不动声色 神是传音问道 为何不同意 嘿 想要收徒 也得有葛先来后道 全老传音道 我先看上这小子的 你来晚一步 你想让他继承你的一波 书院宗主又问 不错 全老道 此子道心之强 前所未见 只有这样的道心 才能担负起我这一末的责任 书院宗主淡淡地说道 平心而论 以他的资质天赋 还有这颗坚毅强大的道心 若是继承你的一波 有些浪费了 少扯这些 全老有些不悦 道 乾坤书院创立以来就有我这一脉 职责重大 关乎着书院未来的兴衰存亡 怎么叫浪费了 其实 在我看来 你这一脉 本就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书院宗主道 几十万年前 我接替宗主之位 你继承书院第十长老之位 但这么多年过去 书院的发展壮大 与你没有半点关系 准确来说 乾坤书院成立以来 设立第十长老之位 这些年 就从未起到过任何作用 全老默然 他心中清楚 由于身份特殊 第十长老根本不可能插手书院事物 甚至连他的身份 在乾坤书院中都是绝密 沉默少许 选老才说道 不管怎样 这是老宗主立下的规矩 你我一明一暗 怎能轻言作废 不错 你身在暗处 除了大长老 连其余的八位长老 都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书院宗主叹息一声 反问道 难道 你想让苏子墨接受你的一波 也像你一样 今后只能隐藏所有 生活在黑暗之中 他还年轻 将这样的重担交给他 未免太残酷了 全老再度沉默 垂首不语 书院宗主又道 伴入我门下 由我教导他 护佑他 以他的天赋资职 将来必能再久消先欲扬名 过得潇洒快意 有何不好 你有爱才之心 我能理解 但因为你那一末的传承 就将原本在你身上的重担 全都压在他的身上 未免自私了些 嘿 全老沉默许久 突然怪笑一声 道 我不像你 都收了六个弟子 我这一脉是单纯 好不容易遇上个好的 我绝不会错过 可是我已经现身此地 刚刚说出要收他为弟子的话 难道当着众多弟子的面 现在又要反悔 书院宗主有些无奈 唯唯苦笑 我不管 全老眼皮一番 书院宗主见玄老始终不肯退让 不由得轻轻一叹 眼眸中的忧郁 似乎重了一些 这样吧 我们两人各退一步 片刻之后 书院宗主道 我已经说出要收他为弟子 自然不好食言 我可以先将他收为记名弟子 等他踏入真一境 成就真仙之时 让他自己来选 拜入我的门下 还是选择继承你的一波 如何 嗯 这样倒是比较公平 全老眼珠转了转 道 这样也算是尊重他的意愿 不论拜入谁的门下 都是他自己的选择 而且他只是天仙 修为境界太低 若是将他直接推到真传弟子的位置 对他未必是什么好事 停顿少许 玄老又道 你收他为记名弟子 还是先让他在内门历练修行吧 若直接进入真传之地 周围君是真仙强者 他的日子怕是不好过 就在此时 苏子墨脚下的第十阶 已经凝聚完成 苏子墨站在第十阶上 闭目两久 回味着九种道心意志的魔力 两大真身的道心 越发完美无瑕 肩不可摧 第十阶凝聚而成 两大真身道心上的战火 也随之熄灭 第十阶 名为五道之阶 苏子墨将两大真身的意志力量 留在了上面 任何踏上第十阶的人 都要承受五道意志的冲击 那是不可想象的浩瀚力量 赤裂如火 能焚化万物 道心不强之人 踏上第十阶 甚至会引火烧心 将自己的道心焚化 取久之后 苏子墨才缓缓睁开双眼 周围近的有些诡异 苏子墨心有所感 下意识地抬头望去 正看到九位老者围在道心梯的周围 都在注视着他 眼神或冰朗 或慈祥 或友善 或赞赏 苏子墨的目光 从这九位老者的身上迅速掠过 落在另一位如刨男子的身上 两人的目光在半空中轻轻一碰 苏子墨的脑海中轰得一声 瞬间回想起在智慧之街上 涌现出的那无数奇怪的符文 在如刨男子的眼眸中 苏子墨仿佛能看到深邃无尽的星空 幽暗无边的深海 还有无数的天文历法 秘书心战 似乎天地间的所有奥秘 都无法瞒过这双眼睛 理很好 如刨男子开口 声音低沉富有雌性 苏子墨心神一阵 清醒过来 他与如刨男子对视一眼 心中就意识到 眼前这位就是凝聚出道心梯第九阶之人 也就是乾坤书院的宗主 拜见宗主 苏子墨躬身行礼 就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 他凝聚到星梯第十阶 竟然将书院宗主都惊动了 接下来 你可能要改口了 书院宗主唯唯一笑 啊 苏子墨唯唯一争 之前他凝聚第十阶 心神全部沉浸其中 根本不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 书院宗主环视四周 到 你登上到星梯第九阶 书院九大长老同时现身 想要将你收入门下 后来 你凝聚第十阶 连我也动心了 说到这 书院宗主笑了笑 道 不过 你修为境界不足 若直接将你收入门下 成为真传弟子 对其他真传弟子 为免不公 我先将你收为记名弟子 若有朝一日 你能踏入真一境 成就真仙 再败入我门下也不迟 停顿少许 书院宗主的目光 好似无意间地掠过祭坛上的玄老 又道 当然 你成为真仙之时 若是想败入其他长老的门下 也都随你 第二千二百八十五章传颂御牌 几位长老听到这里 都是心生迷惑 按照书院宗主的本意 应该是要直接将苏子墨收为清传弟子 怎么临时变成了记名弟子 几位长老自然不清楚 这期间发生了什么 让书院宗主改变主意 大长老神色一动 看了祭坛上的玄老一眼 若有所思 苏子墨 书院宗主神色温和 望着苏子墨微笑着问道 你可愿入我门下 站为记名弟子 弟子愿意 苏子墨躬身行礼 沉声达道 能拜入书院宗主的门下 虽然只是记名弟子 对他也完全没有坏处 他没有理由拒绝 在场众多修士的眼中 都流露出深深的羡慕 就算只是记名弟子 身份地位也远远超过那门弟子 这可是书院宗主的记名弟子 只要不出意外 将来必将拜入书院宗主门下 成为宗主的亲传弟子 此时 堂皇已经苏醒过来 一时间还无法接受眼前的一幕 他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只是从道心梯上跌落下来 晕死过去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 那个出入内门的天仙 就已经一飞冲天 身份地位甚至凌驾在他之上 命运流转 在这一刻显得玄妙而残酷 方师兄 怎么会这样 唐鹏仍是难以置信 握紧双拳 咬牙道 这个人 怎么会跳到咱们的头上 别慌 别急 方清云神色冷静镇定 传音道 这个苏子墨还只是记名弟子 不是真正的真传弟子 我们还有机会 就在此时 书院宗主收起笑容 环顾四周 每个书院弟子都产生一种感觉 似乎书院宗主在注视着自己 乾坤书院的所有人听令 书院宗主缓缓说道 今日之事 有关道兴踢 苏子墨的记名弟子身份 没有我的准许 谁都不许传出去 有意泄露者 与残害同门同罪 杀无赦 书院宗主现身之后 始终都是温文有礼 脸上还时而露出笑容 给人感觉颇为清净 而如今 当书院宗主说出这几句话之后 他的身上 才流露出一种属于上位者的威压和杀伐 别说是在场的弟子 九大长老都是神色一领 方青云神情将注 脸色难看 原本 他还盘算着 如何扳回这一局 算计苏子墨 但如今 书院宗主说出这番话 吓得他心神一颤 刚才的诸多念头 瞬间烟消云散 方青云甚至生出一种错觉 就好像书院宗主已经堪破他的心事 这番话是在对他的警告 宗主这事何意 柳平忍不住问道 今日之事 若是传出去 必将在神霄仙玉上引发巨大的震动 钟长老解释道 到时候 会有无促到目光 无数人的注意 聚集在苏子墨的身上 这等于是将苏子墨推到风口浪尖的位置 在那的位置上 他不知道会承受多少凶险和敌意 而如今 宗主不许书院中人将此事传出去 其实是对苏子墨的一种保护 柳平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赤红郡主皱眉问道 可是 今日之事闹出如此大的动静 乾坤书院这么多人都亲眼目睹 即便有人故意泄漏 又怎能知道是谁所为 呵呵 这便是宗主的强大之处 钟长老笑了笑 道 他有着无上智慧 洞察天机 无所不知 谁有自信能瞒过宗主的感知 冒着被杀的风险去泄漏此事 再者说 就算有一两个人泄漏 旁人也绝不会相信 一阶天仙通过九层道新梯式炼 还创造第十阶 被书院宗主收为记名弟子 这些事若非咱们亲眼所见 谁会相信 赤红郡主和柳平连忙点了点头 深有感触 即便亲眼所见 两人的心中 都生出一种极度不真实之感 久久不散 诸位散去吧 苏子墨留下 书院宗主淡淡说道 几大长老第一时间退去 慎行纷纷隐没在虚空中 消失不见 手段惊人 其他的修士也都迅速离开 没过多久 祭坛上就只剩下书院宗主 玄老 还有苏子墨 你能理解我的用意吧 书院宗主望着苏子墨 温生问道 苏子墨稍有迟疑 点了点头 目秀于灵 封闭催之 书院宗主说道 你如今的修为境界太低 这件事传出去对你而言 没有好处 等你的修为境界足够承受这一切 我自然会将此事公之于众 苏子墨道 弟子明白 初院宗主唯唯汉守 又道 既然是记名弟子 你还是先在那门历练修行 当然 若是有什么修行上的疑惑 可以随时来找我 找我也行 全老在旁边突然插了一句 苏子墨唯唯一争 全老只是看守秘革的老人 这个举动似乎有些僭越 不合礼数 但苏子墨见书院宗主神色如常 没有任何责备之意 心中不免嘀咕一声 关于修行上的疑惑 苏子墨还真有一处 就是阴阳福经中 那六百余字的奇怪符文 这种符文 与道心梯智慧之街上的符文极为相似 苏子墨几乎可以确定 书院宗主肯定是的 这种奇怪符文 能为他解惑 但阴阳福经源自于太乙福城 而太乙福城又源自清廉真身 苏子墨担心阴阳福经的内容中 会有什么造化清廉的痕迹信息 暴露清廉真身的存在 虽说已经伴入书院宗主门下 但毕竟身处上界 出于谨慎 苏子墨还是没有去冒这个风险 喂 全老斜眼看着书院宗主 挑眉道 既您弟子也是弟子 怎么着也得给人家点礼物啊 书院宗主沉吟少许 笑了一下 手掌上突然多出一道 小巧的玉植令牌 令牌上 雕刻着一道道几位精妙的纹路 全老看到这枚令牌 倒是难得的点了点头 催促苏子墨说道 这东西不错 赶快收下吧 关键时候可保你一命 这是传颂玉牌 书院宗主道 只要在天界中 无论你身处何地 只要遭遇无法抵抗的凶险 捏碎这道令牌 你就会随时回到乾坤书院 这枚传颂玉牌 相当于天荒大陆的大摩衣服 但在上界 只有修为要达到洞天境的先王强者 才有在虚空中自由穿梭的能力 如此说来 这枚传颂玉牌 确实称得上是保命玉牌 这种传颂玉牌 炼制极不容易 一般来说 只有先王强者门下 最得益 最看重的真传弟子 才有可能得到一枚 第二千二百八十六张地时接的意志 苏子墨接过传颂玉牌 收入囊中 心中暗喜 这种东西 才是真正的保命手段 当初在天荒大陆上 玄碑师父就曾赠给他一个大摩衣服 与这传颂玉牌用处相似 让他的已再半组的追杀下死里逃生 玄老道 苏子墨 想要在天圆境快速提升修为 光是闭关苦修还不够 在地圆境之时 只要天赋足够 大半的时间用来闭关修行 都可以修炼到八阶九阶地先 但在天圆境 需要足够的历练 最好有强大的机缘和奇遇 才有可能事半功倍 弟子受教了 苏子墨微微功身 在修真路上 机缘和奇遇对修士来说 实在太重要了 这是气运的一部分 林亭的修炼速度如此之快 除了他专修剑道之外 还因为他曾得到几次巨大的机缘 那些机缘奇遇 甚至连天仙 真仙都为之眼红 当然 听说你在神骁大陆上 得罪不少人 若是出去历练的小心点 全老又叮嘱一句 素子墨连忙应试 全老明明不是他的师尊 但不知为何 对他的态度 似乎有些不同寻常 而且书院宗主对这一幕 似乎也见怪不怪 神色平静 我先撤了 全老挥了挥手 随意地迈出一步 便直接消失在虚空中 思 素子墨心中一领 这种手段 应该只有先王强者才能掌控 没想到 这个看守地及密格的老者 竟然是一位先王强者 而且似乎在书院中的地位颇为特殊 李刚刚踏入天元境 还是先闭关修行一段时间 稳住境界 巩固根基 书院宗主道 今天发生了不少事 我就不打扰你了 说完 书院宗主便要转身离开 苏子墨唯唯张口 欲言又止 怎么 有事 书院宗主注意到苏子墨的异样 神色温和 主动询问 宗主 之前我们从严阳先国返回书院的半路上 曾遭遇一位强者截杀 他是谁 苏子墨问出这段时间以来 心中最大的迷惑 他听得出来 书院宗主的声音 就是之前出手救下他们的那个人 书院宗主没有回答 而是沉默下来 半赏之后 书院宗主才微微摇头 道 他的身份 我暂时不能告诉你 不过你可以放心 今后他不会再对你出手 他是先王吗 苏子墨又问道 是 书院宗主点点头 道 你们之间差距太大了 现在说出他的身份 对你来说毫无益处 等你修为境界足够强大的一天 我可以把他的身份告诉你 苏子墨默然 不再追问 这件事你就当没有发生过 不要多想 对你来说 专心修炼 尽快提升修为才最要紧 书院宗主又叮嘱一声 才转身离去 苏子墨深吸一口气 书院宗主方才这句话没错 目前来说 他最重要的事 就是提升修为境界 苏子墨准备再度闭关 这一次从万年大会归来 他收获极大 半若涅槃经已经完整 继续三悟 原神上肯定还能有所提升 郑玉鼎也彻底修复完成 第四面鼎鼎的传承秘术 他还没有修炼 还有太乙福尘 阴阳福经 这次闭关要修行三悟的东西太多 不仅仅是提升修为 转念至此 苏子墨不再迟疑 转身离开祭坛 朝着自己的洞府急驰而去 开启闭关 他虽然闭关 但这件事在乾坤书院中的影响 还在持续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他都将成为书院弟子的议论中心 此事之后 每天去攀登道新梯的书院弟子明显增多 但对于众人来说 道新梯仍是那个道新梯 在没有其他人有过任何惊人之举 绝大多数的书院弟子 仍是无法超过第三阶 众人议论最多的就是 苏子墨在第十阶上 究竟留下的是什么道新意志 只是 没有人能登上去 自然也不知道上面的情况 一年之后 道新梯这里 才渐渐恢复冷清 几天都未必有什么人来 这一天夜里 道新梯附近 空无一人 突然 道新梯的上空 毫无预兆地浮现出一道身影 身穿如袍 这道身影现身之后 轻轻挥动袍袖 便在道新梯周围形成一道无形的屏障 将道新梯与外界隔绝开来 如袍男子望着道新梯 深邃的眼眸中 闪烁着奇异的光泽 片刻之后 如袍男子踏上道新梯第一阶 不过几个呼吸时间 如袍男子就登上第二阶 又过去几个呼吸 如袍男子登上第三阶 道新梯上的道新式链 似乎对如袍男子的影响很小 如袍男子一路射击而上 每一阶只是稍微有所停顿 根本对他造成不了多大的干扰 转眼间 如袍男子已经登上第八阶 就在此时 另一位书院弟子从附近路过 朝这边看了一眼 神色如常 如袍男子就站在道新梯的第八阶上 但在这位修士的眼中 道新梯上仍是空无一人 这是一种类似于障眼法的手段 但极为高明 就算是先王降临 都未必能看出破绽 若是这位书院弟子 能看到道新梯上的这位如袍男子 必会大吃一惊 因为 攀登道新梯的这位如袍男子 便是书院宗主 这位书院弟子路过此地 没有停顿 就很快离开 书院宗主神色如常 在他一步 登上第九阶 第九阶 就是他凝聚出来的智慧之阶 这一层的道新意志 自然对他没有任何影响 书院宗主唯唯仰头 望着第九阶之上的那一层十阶 唯唯一笑 心难道 我倒是有些好奇 能凌驾于我之上的道新 会是怎样 一边说着 书院宗主掀起如袍下摆 举步台足 踏上第十阶 当他的脚掌踏上第十阶的瞬间 一股庞大到难以想象的浩瀚意志 从天而降 汹涌而至 如火山崩裂 如暮海滔天 书院宗主从未感受过如此强大的道新意志 大无畏大勇猛大气魄大智慧 虽千万人无往已 天遮不住地埋不下 这颗道新 与诸天心沉璀璨 光芒万丈 烈焰腾腾 就连他的道新 也无法抵挡这种意志 竟然开始燃烧起来 书院宗主神色大变 浑身一震 从道新梯上跌落下来 他还在半空中 便稳住身形 缓缓落在地上 失败了 书院宗主神色复杂 到新梯地时接 就连他都无法触及 第二千二百八十七张巧合 哈哈哈哈 就在此时 书院宗主的身后 传来一阵刺耳的大笑之声 书院宗主没有回头 也并不意外 以他的这道障眼手段 书院中能看出破绽的 不超过十个人 其中就有身后这位 全老站在不远处 抱着壁堡 一脸的幸灾了祸 幸运地说道 没想到啊 你也有今天 嘿嘿 这么巧 书院宗主转过身来 望着不远处的玄老 面带笑意地问道 嘿 这可不是巧 全老撇撇嘴 道 我在这附近等你一年时间了 别人不知道你 我还不了解你 以你的脾性 若是见到有人能在你的智慧之街上凝聚出地时街 你肯定忍不了 只是我没想到 你这小子居然能忍一年时间 才偷偷地跑过来 你要是再不来 我就撤了 被人看破心事 书院宗主也没有任何囧态 只是摇头笑了笑 道 你可真够闲的 嘿嘿 全老又笑一声 道 你偷偷跑过来不说 还特意布下障眼法 生怕别人知道 你这明显是心里没底 知道自己过不了地时街 全老与书院宗主相交多年 但后者智慧无双 心思缜密 他还从未见过书院宗主吃憋 如今 好不容易逮到一次书院宗主出球 全老大感兴奋 别说我了 你要不要上去试试 书院宗主笑问道 我才不是 全老翻了个白眼 撇嘴道 万一连你的智慧之街都过不了 岂不是很丢人 想抓我的小辫子 没门 出院宗主玩耳 不过 话说回来 全老突然正色问道 毕时街上 此子留下的道心意志 究竟是什么 不清楚 出院宗主摇头道 这种意志 极为勇猛强悍 有见道锋芒 有不屈抗争 有无畏无惧 也有逍遥快意 我见过的道心千万 却从未见过这样一颗道心 管他呢 全老摆了摆手 道 反正一个好苗子 等他踏入真心 咱俩个凭本事 看谁能将他收入门下 没问题 出院宗主汉手微笑 轻浮袍袖 准备离开 怎么 只是失败一次 就不再尝试了 全老挑挑眉头 怂恿着问道 万一再尝试一次 还是落败 岂不是又要被你嘲笑 出院宗主的声音传来 他的身形 已经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道心梯周围的障眼法 也悄无声息地消散 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微风拂过 道心梯旁 空无一人 不知何时 玄老也已离开 这里又重新恢复平静 内门的一座洞府之中 一位九阶天仙调洗完毕 缓缓睁开双眼 从葡团上飘落下来 正是书院内门弟子杨若须 不远处 站着一位年纪不大的童子 公子 这次闭关这么短 童子在一旁利索地泡好一壶清茶 送到杨若须面前 修为遭遇瓶颈 只是闭关苦修 很难有所精进 杨若须微微摇头 接过茶杯 深深嗅了一下 随后不管滚烫的茶水 一饮而尽 他的修为达到九阶天仙 已经有一段时间 但想要打破天仙与真仙之间的壁垒 实在是难入登天 天仙与真仙之间的差距 宛如天欠鸿沟 就算将玄缘境 地缘境 天缘境加在一起 都无法与之比拟 书院的内门弟子 有十几万之众 这么多的内门弟子 有很多都卡在九阶天仙上 甚至有些九阶天仙 终其一生 都无法成就真仙 踏入真一境的门槛 而这一部分九阶天仙 随着年岁渐长 眼看着突破无望 也就在内门中逃个贤职 长老当当 能败入乾坤书院的 都是大浪淘杀下来的天之骄子 但即便如此 仍有很多人无法踏入真一境 可见这其中的难度 要知道 书院中的真传弟子 只有数百位而已 杨若须并不着急 心境平稳 他的年纪并不大 还不到十万岁 时间足够 只要能有一份机缘奇遇 或是什么难得的契机 就有可能踏入真一境 这一年间 书院可有什么事发生 杨若须随口问道 童子道 没什么 一年来 书院中的讨论最多的 还是苏公子通过道心梯 凝聚第十阶的那件事 不 杨若须淡淡地应了一声 道 这件事影响很大 未来一段时间 可能都会成为书院众人的谈论焦点 公子 我听说你与苏公子交情匪浅 这次为什么不去跟他见面 童子有些好奇 微微皱眉道 公子在那门独来独往 没什么知己 与苏公子多走动走动不好吗 一年前 苏子墨通过道心梯式炼 凝聚第十阶的时候 杨若须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 但他并未前往道心梯 选择与苏子墨见面道喜 童子只是见到杨若须那天颇为开心 特意开了一坛酒 站在洞府前 遥遥祝贺苏子墨 童子心中不解 杨若须道 我在书院树敌很多 与他走动 只会给他带来麻烦 不会啊 童子道 与公子有些嫌隙的 无非就是方清云那些人 听说苏公子已经被宗主收为弟子 公子若是能与他多走动 方清云他们肯定不敢再找公子的麻烦 杨若须沉默 没有说话 只是摇了摇头 他知道 苏子墨被书院宗主收为记名弟子 但记名弟子 与真正的弟子 相去甚远 更何况 即便是真正的门下弟子 苏子墨也要排在岳华剑仙之后 不论是身份 还是修为境界 苏子墨与岳华剑仙都差了一截 他有种直觉 真正想要对付他的并不是方清云等人 而是真传之地 书院宗主的清传弟子 岳华剑仙 这种敌意的起源 就是因为一千多年前的 那次仙宗大选 那次因为华仙墨卿的出现 他才得以信念 而在一年前 书院外门 又发生一次变故 那一次 也不知怎的 就在他遭遇危机之时 华仙墨卿竟然再度出现 将他救了下来 这难道只是巧合吗 就连杨若须自己都有些怀疑 再加上仙宗大选上 行贤梦瑶的那番话 岳华剑仙对他的敌意可想而知 该来的总会来 与其忧心忡忡 倒不如坦然接受 杨若须放下这件心事 只觉得念头通达不少 心境敞开 道心越发凝炼 第二千二百八十八章 等待机会 神霄大陆 惠英山 无数参天古树遮天蔽日 郁郁葱葱 在山巅之上 不知何人搭建的一座宽敞的凉亭 站在此处 可以领略惠英山脉的壮丽景色 这一日 一只巨大的仙鹤从西边飞来 仙鹤背上坐着一位神色阴郁的青年 九阶天仙 脸庞五官与乾坤书院 已经陨落的内门弟子芒宇 有气氛相似 这位便是芒氏义族的另一位嫡婿天骄 芒宇之兄 芒义 两兄弟在芒氏义族的年轻一辈中 极为出色 被家族重点培养 芒宇败入乾坤书院 而芒义则败入玉丰关 若论战力 芒义还要在芒义之上 芒义从仙鹤背上一跃而下 见到此处凉亭空无一人 下意识地皱了皱眉 找了一把石以静坐 闭目养神 为过多久 东方有十几道身影急驰而来 身披铠甲 浑身闪烁着寒光 腰间跨刀 军事顶级天仙修为 行路卫 芒义睁眼看了一下 第一时间认出这些人的来历 行路卫的标志 太过明显 十几位行路卫中间 涌促着一位锦袍男子 眉眼之间 透着一丝邪魅 芒义缓缓起身 微微拱手道 原来是袁左郡王 姓慧 袁左郡王毕竟曾经是 执掌大进先国疆域的郡王 名声在外 芒义曾远远地见过他一面 李氏 袁左郡王见到芒义 却唯唯一争 在下芒是异族的芒义 如今是御封关的那门弟子 芒义自曝身份 袁左郡王眉头轻挑 心中念头转动 很快明白过来 问道 你也是清云道友邀请过来的 正是 芒义点了点头 没有隐瞒 道 只是 清云道友似乎还没来 稍等一会儿便是 袁左郡王也坐在一把石椅上 没过多久 南边有一道身影浮现 及格呼吸的时间 就已经来到镜前 降临下来 原来是非仙门的龟元道友 王一起身 拱手抱拳 打了一声招呼 龟元天仙 在非仙门的内门中 战力可排在前五 袁左郡王没有起身 只是坐在石椅上 拱手抱拳 笑着说道 若是我没猜错 龟元道友也是清云道友邀请过来的吧 是 龟元天仙话不多 就在此时 不远处的天边 有一辆珠光宝气的蛟龙碾车 缓缓驶来 赶车的车夫洗发花白 木气沉沉 面无表情 但在场众人与车夫对视一眼 都感觉到心底意寒 后背窜起一股凉气 十几个行路 后背连忙将袁左郡王围在中间 神色紧张 连车停在半空中 车厢的门帘掀开 里面走出来一个气度雍容 贵气逼人的青年男子 这一次 连袁左郡王也站起身来 见过天红郡王 袁左郡王 盲义 龟元天仙三人都是起身抱拳 袁左郡王在大晋先国已经失事 但颜阳先国的谢天红却仍统领着一方疆域 身份地位极高 来了这么多人 谢天红有些意外 诸位 久等了 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徐徐传来 当最后一个字落下的时候 方清云已经降落在会音山巅 唐鹏就跟在他的身后 清云道有 这是怎么回事 谢天红皱眉问道 诸位请坐 方清云没有着急解释 等众人重新落座之后 才审声道 今天我将诸位聚在一起 是因为一年来 几位道友都曾传讯给我 询问有关苏子墨的消息 当然 我也清楚诸位的心意 袁左郡王 谢天红四人对视一眼 都是心照不宣 在场几位与苏子墨的恩怨 大家多多少少都清楚一些 袁左郡王笑道 没想到 除了我之外 还有这么多强者 想要杀此人而后快 我与他没什么恩怨 只是受梦瑶师姐所托 取他性命 闺元天仙淡淡地说道 王义寒声道 我的足弟被他杀死 我要他血债血偿 谢天红没有解释 他想要对付苏子墨 完全就是为了讨好情仙梦瑶 方清云听着众人说完之后 才缓缓开口道 诸位道友 恕我直言 现在想要对付苏子墨 并不容易 他刚刚踏入天仙 我们随便一人 都能轻而易举将其斩杀 有什么难的 袁左郡王冷笑道 只要找个机会 等他离开乾坤书院即可 方清云默然 书院宗主曾立下进言令 他自然不敢将书院内门中发生的事告诉外人 忙易见方清云沉默 以为他念及同门情谊 有些为难 便说道 清云道友 若是苏子墨离开乾坤书院 你只需要将消息传给我们就行 不用你出手 方清云摇头道 即便离开乾坤书院 在神霄大陆的地狱上想要杀他 仍是不太容易 苏子墨被书院宗主收为记名弟子 在神霄大陆上 若是袁左郡王等人心施动众 出动大量强者为杀苏子墨 极有可能会引起书院宗主的感知 清云凶此言何意 袁左郡王心中一动 听出些许闲外之意 方清云没有解释 道 总之 我今天将诸位聚集在这里 就是想告诉诸位 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打草惊蛇 想要对付苏子墨 不是没有可能 但需要耐心等待一个机会 诸位放心 若是有什么良机 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 到时候 请诸位清尽一切所能动用的力量 千万不可轻敌 将其诛杀 谢天宏道 有你这句话就行 杀他也不急于一时 不过 僧多若少 到时候就看我们几个 谁能抢到他的人头了 袁左郡王一眼道 我们四大势力联手 只要等待一个机会 他必死无疑 魔狱 经过千年时间 天荒宗在魔狱的这个角落里 发展壮大的极快 天狼拥有前世记忆和经验 曾经是七情魔王 如何开疆拓土 蚕食吞并 联合纵横 他都极为首席 不得不说 在这方面 没有人比天狼更合适 除了最初几十年 武道本尊出手 帮天狼解决几个难啃的骨头 强大的对手 到后来 武道本尊几乎将天荒宗的一切 都交到天狼的手中 任由其去管理发展 自己选择闭关推演武道 千年过去 天荒宗的疆土 比之前大了促十倍 俨然已经成为附近最强大的玄疾宗门 第二千二百八十九章陨落之地 天荒宗日渐壮大 但上线难以突破 没有真仙强者坐镇 即便地域再广 人数再多 也不过是玄疾宗门 千年来 武道本尊从未停止过推演武道法门 清廉真身那边传过来的诸多功法秘书 例如波仁涅槃经这样的禁忌秘典 对他的帮助很大 感悟良多 只是 距离推演出下一步的修行法门 仍是茫茫无奇 千年的时间 天荒宗虽然建立 不断扩张 却没有再遇到什么天荒大陆的故人 对于这一点 武道本尊并不意外 魔玉与九霄仙玉并列 广袤无边 清廉真身飞生多年 也只是遇到一个 促使万年前的天荒故人 武道本尊在魔玉的一个角落里 想要遇到曾经的故人 哪有那么容易 这些年来 武道本尊没有消耗任何修炼资源 修为境界毫无寸境 仍是保持在命伦境九重圆满 对于目前的武道本尊而言 什么圆灵石 圆灵异都已经无用 若是没有下一步的修行法门 再多的修炼资源 对他都没有任何帮助 而天狼借助前世记忆 凭借着前世经验 又有大量的修炼资源作为辅助 修为境界图飞猛进 其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天狼也算是转世仙人 甚至比太华仙人 风影更强 太华 风影前世 也不过是真仙而已 而天狼前世乃是七情魔王 又曾追随波寻帝君 不论是修行经验还是眼界 都远远超过旁人 天狼利用秘法 将这副吞跃天狼的肉身 提升好几个层次 可谓是突胎换骨 千年前 这头吞跃天狼 还只是九阶玄仙的修为 而如今 他的修为境界 已经突破到天元境 这样的修炼速度 就连云亭都难以气急 而燕北辰有离恨经作为基础 心中恨意强烈 已经深入骨髓 修炼魔执经如有神柱 修为境界也是突飞猛进 当然 燕北辰的修为提升虽快 却还是比不过拥有前世记忆的天狼 千年时间 燕北辰已经修炼道九阶地先 修炼速度 也十分恐怖 很多魔工 都是剑走偏锋 修炼速度极快 但伴随的隐患 也极为明显 燕北辰当初修炼魔执经 是因为元神遭到重创 近乎由近登窟 就连武道本尊都束手无策 能救他性命的 就只有修炼魔执经意图 而当初天狼就曾说过 修炼魔执经 也只是暂时压制住燕北辰的元神伤势 暂时缓解 若是遇到什么变故 将来还会爆发 千年来 天荒宗壮大发展的同时 也在不断寻找能治愈元神的疗伤仙药 只是 这种仙药太过珍贵 别说是魔狱的这个偏远角落 就是在魔狱的其他地方 在一些庞大的宗门势力中 都未必能找到 这一日 武道本尊正在闭关之中 外面突然传来一阵音味破空之声 来人速度极快 主人 天狼的声音响起 武道本尊心中一沉 听出天狼声音中的一丝异样 预感到可能出了什么大事 睁开双眼 直接破关而出 怎么了 武道本尊直截了当地问道 燕北辰不行了 天狼娓娓耸肩 双手一摊 他修炼到这个境界 完全可以幻化成人生 如今 站在苏子墨面前的是一个满头银色短法 眉眼间蕴藏着凶狠的一位大汉 天狼对燕北辰没什么感情 但他知道 武道本尊与燕北辰交情极深 这件事他不能隐瞒 元神的伤 武道本尊问道 天狼点头道 我早就说过 修炼魔执经 最多只能压制住他的元神伤势 无法治愈 随时都可能爆发 前段时间 他闭关修行 准备冲击天元净壁垒 没想到突破失败 导致元神伤势爆发 执念魔器也压不住他的伤势了 他在哪 武道本尊问道 天荒大殿上 天狼答道 武道本尊一语不发 直接动身 前往天荒大殿 没过多久 就已经抵达大殿外面 大殿中 燕北辰靠在一把椅子上 脸色苍白 面无血色 眼睛半睁半壁 体内生命气息微弱 明显已经由静灯窟 大殿中除他之外 还有七位天仙强者 有男有女 而且修为境界极高 都在八阶 九阶天仙的层次 这几位天仙强者见到武道本尊抵达 都是浑身一阵 连忙起身 对于这位的凶名 他们都曾有所耳闻 七人知道 表面上天荒宗是天狼主事 但其实天荒宗真正的主人 是这位戴着银色面具的神秘紫袍人 武道本尊来到燕北辰身前 散发神世在燕北辰的体内探查一圈 银色面具下照了皱眉 脸色凝重 燕北辰的状况极差 准确来说 若是没有魔执经修炼出来的执念魔器 维持着燕北辰体内残留的生机 他早就已经身隐 你来了 燕北辰似有所觉 努力地睁开双眼 看了一眼苏子墨 嘴角扯动 强笑了一下 呜呜呜在他的怀中 那只白雕低声乌叶 极为难过 我不能再陪你征战 今后的路 只能你自己走下去了 燕北辰艰难地说道 只是说出一句话 中间他都歇了几下 燕大哥 一定有办法救你 武道本尊转头看向天狼 问道 你曾说过 波寻必君修炼的完整功法 名为魔执佛夜经 若是将另一部佛夜经寻找到 是否能让他的原神伤势痊愈 确实有希望 只是天狼神色为难 停顿少许 才说道 波寻必君传授给我魔执经 是为了让我掌控魔罗面具 唯有执念 方能斩断七情 而佛夜经我完全不会 你不会 波寻必君肯定会 武道本尊淡淡地说道 但波寻必君已经陨落多年 天狼道 而且 他根本没有弟子 这世间也不可能有人懂得完整的魔执佛夜经 你曾说波寻必君陨落在极了净土 武道本尊又问 不错 当年那一战 天狼话未说完 突然一顿 他似乎想到什么 眼眸中略过一丝惊惧 声音颤抖着问道 你 你 你不会是想 去波寻必君的陨落之地 寻找魔执佛夜经吧 只有在那 才有可能寻找到完整的功法 武道本尊审声道 疯了 疯了 天狼连连摇头 道 这不可能 那里根本去不得 他隐落在哪 武道本尊又追问一句 目光如炬 在 天狼迟疑许久 才缓缓说道 阿比地狱 第二千二百九十张 波寻之死 阿比地狱 以武道本尊的星星 听到这四个字 也是微微变色 上界曾经的一个古老的纪元 佛门诞生一位绝世强者 为镇压诸多邪魔 将自身血肉炼制成一方炼玉 这位强者为镇压此玉 铸造出来一尊矿骨朔精的绝世兵器 镇玉顶 顶身之内 刻有佛门禁忌密典波罗涅槃经 顶外四壁 融入四大圣兽之魂 使得镇玉顶威力大增 这位爵士强者道号无剑 是称无剑大帝 而无剑大帝自身血肉炼制成的那一方炼玉 便是阿比地狱 无剑大帝当年将阿比地狱立在极乐净土上 武道本尊能够理解 毕竟无剑大帝原本就来自于极乐净土 但波寻帝君怎么会陨落在阿比地狱之中 按照你所言 无剑大帝乃是古老纪元中的爵士强者 距今不知多少亿年 而波寻帝君乃是这一世的强者 怎么会陨身于阿比地狱中 武道本尊周梅问道 古往今来 阿比地狱一直都是上界的境地 天狼道 相传 若是坠入阿比地狱之中 就连帝君都无法逃脱 无剑有三 十无剑 空无剑 受者无剑 无剑纪元之后 便是长生纪元 在之后 才是当下的纪元 据说 当年的长生大帝曾来过天界 在阿比地狱前驻足许久 最终还是没有踏入其中 武道本尊心中一领 连另一个纪元的大帝 都没敢踏足阿比地狱 有所忌惮 可见这尊大狱的可怕 可这与波寻帝君有什么关系 武道本尊问道 天狼陷入回忆 许久之后 才缓缓说道 我的老主人斩断七情六欲 佛魔同体 旷古朔经 距离大地只有半步之遥 在当时 天界无人是老主人的对手 老主人统一魔欲之后 就准备蒸伐极乐净土 最后踏平九霄仙欲 统一整个天界 但这个举动 让极乐净土和九霄仙欲的帝君感受到巨大的威胁 所以九霄仙欲和极乐净土的帝君 联合其他界面的帝君 超过二十尊帝君联手为沙老主人 那一站的地点 就在极乐净土的铁围山上 武道本尊问道 波寻帝君身边没有帮手 天狼道 事发突然 老主人身边的只有一位好友 来自间界的帝君 武道本尊默然 这等于是波寻帝君和那位见界帝君在以异敌时 见界帝君 突然 武道本尊脑海中闪过一道念头 若有所思 老主人佛摩同体 在佛道 摩道上的修行 远超其他帝君 又有计兜刀 摩罗面具等强大帝兵 近乎拥有不死之身 天狼道 九霄仙欲的先帝和极乐净土的那群和尚清楚 就算他们联手 也很难杀死老主人 而一旦老主人不死 伤势痊愈 卷土重来 将是他们的末日 听到这里 武道本尊心中一动 脱口道 所以 他们自知无法杀死波寻帝君 就联手将他打入了阿碧地狱 不错 天狼点点头 道 事实也正如那些先帝所料 就算他们人数众多 仍是无法杀死老主人 只是将老主人重创 而自己这边则损失惨重 陨落大半 那一战之后 九霄仙欲中 有一大半的仙欲都换了主人 天狼语气平静 但武道本尊仍能从这平静的语气中 感受到当年那一战的惨烈 心地 已经是站在上界巅峰的存在 还是一样会陨落 老主人重伤之下 抵挡不住他们的攻势 最终被打入阿碧地狱中 我也因此遭到重创 在阿碧地狱中 完全无法疗伤 里面有无数的阴魂厉鬼 无时无刻不再撕咬吞噬着老主人的血肉 阿碧地狱中的阴魂厉鬼 当年也都是了不得的强者 天狼神色暗淡少许 道 老主人重伤之下 抵挡不住 最终身死盗销 生机散尽 作化于阿碧地狱之中 但凡进入阿碧地狱中的生灵 没有一个能够离开 停顿少许 天狼又说了一句 眼眸中流露出深深的恐惧 似乎回忆起曾经的那段恐怖经历 心有余悸 这话也未必吧 武道本尊突然说道 至少你从阿碧地狱中逃了出来 此事 我也有些迷惑 天狼道 当时 阿碧地狱中不知道出了什么变故 不断晃动 摇摇欲坠 好像随时都会倒塌 随后 我趁机逃了出来 也不知怎的 郑玉鼎也同时掉进了下界的天荒大陆 武道本尊私存少许 突然问道 那个剑界帝君 懂得三大剑爵吧 不错 天狼点了点头 武道本尊闭目沉吟许久 渐渐将整剑石罗顺 开口道 也就是说 波寻帝君陨落这一战 大概发生在天荒大陆的太古年间 也正是因为这一战 三大剑爵流落到天荒大陆 随后 在猝万年前 阿碧地狱发生一次巨大的变故 导致你和郑玉鼎同时跌落到下界 说到这里 武道本尊停顿少许 才道 还有一件事不清楚 郑玉鼎究竟是什么时候碎的 无剑纪元 长生纪元 还是就在猝万年前的那场变故当中 不能吧 天狼吓了一跳 道 郑玉鼎乃是帝兵 当时谁能将他打碎 武道本尊漠然不语 他原本以为 寻找摩执佛夜经 只是与波寻帝君有关 没想到 竟牵扯出无剑大帝 还牵扯出当年的一场矿石大战 寻找摩执佛夜经 可能要比他想象中的环药困难 准备一下 随时动身 武道本尊开口 语气坚定 还要去 天狼咧着嘴 满脸抗拒 道 阿比地狱乃是上界境地 完全就是有去无回 也到时候就不了厌北尘 反倒搭上自己的性命 有去无回也未必 武道本尊道 没有正欲顶镇压 阿比地狱中 应该会有生机和破绽 否则当初你也不可能逃出生天 话虽如此 武道本尊也是没有任何把握 这都只是他的推测而已 这次极乐净土之行 不知道会遭遇什么凶险 一切都是未知 武道本尊唯一确定的是 不管前方有多大的凶险 他都要竭尽所能 未艳北尘续命 第二千二百九十一章须迷世界 天狼见苏子墨去一以绝 眼珠一转 甘笑道 主人 我这就将极乐净土的地图给你准备好 你带着艳北尘兄弟随时都能出发 停顿少许 天狼又拍着胸脯 豪气云天地说道 天荒宗交给我 主人尽管放心 我绝不会让天荒宗出任何差错 主人吉人天相 此去必定有惊无险 逢凶化吉 我每天也都会带着天荒宗众人 祈祷主人早日凯旋 武道本尊微微侧目 冰冷的银色面具上 没有任何表情 天狼被武道本尊看得浑身不自在 有些发毛 他的那点心思 似乎在武道本尊的注视之下 完全是无所遁形 武道本尊平静地说道 我若是前往极了净土 肯定要带上你 为啥 天狼哀嚎一声 我不想去啊 那个地方 简直就是他的噩梦 你要去送死 别拉上我啊 天狼心中暗骂一声 再者说 要是武道本尊死在里面 他就能彻底恢复自由之身 高兴还来不及呢 武道本尊道 就算有地图 我能寻找到阿比地狱 里面的情形 我也不清楚 只有你在里面带过一段时间 只有你才能寻找到波寻帝君的尸体 里面太大了 我也找不到 天狼连忙摆手 不断摇头 你躲不掉 武道本尊道 你现在最好祈祷 我们都能活着回来 咱们都走 天荒宗怎么办 天狼又问 武道本尊看向天狼身后不远处站着的七位天仙强者 淡淡地说道 这些年来 你不是收服招兰及格中心下属吗 可以暂时交给他们 武道本尊这句话说得随意 但天狼却是心中一领 千年来 他利用曾经的魔狱秘法 将这七位附近最有潜力 站立最强的八阶 九阶天仙降伏 将七人命名为七情魔将 掌控天荒宗 正对应着喜 慕 哀 聚 哀 曾欲七情 若是武道本尊无法突破 而他先一步踏入真一境 成为真魔 就可以挣脱武道本尊在他原神上种下的静置 七情魔将军是最有希望踏入真一境 成为真魔的存在 到时候 有七情魔将相助 他就可以完全控制住天荒宗 彻底摆脱武道本尊的控制 到那一天 他才是真正的七情魔王 这些心思天狼只在自己的脑海中打了隔转人 不敢多想 更未对第二人提及 生怕引起武道本尊的警觉 此时 武道本尊突然说起此事 天狼心中未免有些发失 天狼眼看着自己躲不过去 只能认命 心可一生 转头看向身后的七情魔将 审声道 天荒宗战时交给你们 这段时间 不要去招惹其他宗门势力 低调发展 另外 我和宗主离开的消息 也不能传出去 只有你们七人知道即可 遵命 七情魔将同时应允 天狼挥了挥手 七情魔将会议告退 燕大哥 我们走吧 武道本尊说了一声 随后看向天狼 示意后者变化出本体 将燕北尘涂在背上 天狼面露难色 道还没离开天荒宗的范围 我拖着他出去 让天荒宗的修饰看到 实在有些丢脸 武道本尊一语不发 双眸深邃 透过冰冷的摩罗面具 凝视着天狼 天狼回想起那数千年的折磨 回想起武道本尊的手段 吓得浑身一机灵 连忙咬身一变 幻化成吞越天狼的形态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天狼心中嘀咕一声 等我踏入真一境 争托风境之后再说 咱们走着瞧 横横 子墨 别去了 燕北尘神色暗淡 已经无力挺直身躯 只能趴在天狼的背上 声音虚弱 燕大哥 你我之间 不必多言 武道本尊微微摇头 上前一步 将燕北尘身上的那只白鸟 拿了下来 白鸟见到要与燕北尘离开 不断挣扎 吱吱地乱叫 辞去凶险 前途渺茫 生死难测 你还是不要跟着了 武道本尊道 想必燕大哥 也不愿你跟着前去冒险 燕北尘已经没什么力气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白鸟不在挣扎 只是睁睁地望着燕北尘 眼睛中流露出深深的不舍 泛起一抹惊盈 武道本尊深吸一口气 将白鸟放在一旁 拍了下天狼的身子 低声道 走吧 去传颂阵那边 天荒宗不断发展壮大 地域扩张 在一处古老遗跡中 发现一座大型的传颂阵 只不过 被岁月侵蚀 早已破败不堪 还是天狼利用记忆 将这座传颂阵修复 想要前往极乐净土 即便凭借着灵州仙传 恐怕也要消耗各数百的时间 路途遥远 中间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变故 燕北尘根本撑不了那么久 只有利用大型传颂阵 才有可能第一时间抵达极乐净土 此去极乐净土 武道本尊没有带其他人 只有燕北尘和天狼 那里是阿比地狱 就算带再多的人都无用 没过多久 两人一郎抵达传颂阵 想要成功传颂 必须两边同时都有大型传颂阵的存在 否则 也会传颂失败 天狼拿出地图 仔细对照一番 寻找到一处距离极乐净土较近的地点 那里也有传颂阵的标记 定下目标 武道本尊启动传颂阵 两人一郎消失在谋狱 也不知过了多久 两人一郎终于从那种天旋地转的感觉中解脱出来 重新恢复五感 一阵璀璨赤上的光滑闪现 两人一郎脚踏实地 已经来到一处陌生的地点 武道本尊四下看了一眼 并未发现传颂阵的痕迹 天狼拿出地图 对照一番 道 估计这处传颂阵出了什么问题 导致咱们传颂出现些许偏差 但距离极乐净土更近 朝着这个方向 一直向前行走 不出一天 应该就能抵达极乐净土 看到大铁围山了 天狼指着一个方向说道 大铁围山 武道本尊微微皱眉 之前天狼曾说过 阿比地狱就在铁围山上 这大铁围山又是什么 武道本尊虽然飞升上界多年 但对于天界的了解 远远不如天狼 天狼道 极乐净土 又称极乐世界 虚迷世界 以虚迷山为中心 周围有八座大山环绕 山与山之间 有海水相隔 故有九山八海之称 大铁围山 铁围山同为九山之一 铁围乃是泛语 便成人族语言 便是金刚 所以铁围山又称金刚山 金刚轮山 第二千二百九十二章五优数 金刚轮山 武道本尊听到这个名字 眼眸中略过一丝神光 如此说来 大铁围山也可称为大金刚轮山 在天荒大陆上 明王法印中有一事 名为大金刚轮印 这两个名字一模一样 应该不是巧合 大金刚轮印的起源 应该就来自极乐净土的大金刚轮山 天狼的背上 燕北辰紧闭双眼 细弱油丝 他体内生机本就不多 已是极度虚弱 经过传送阵这一番折腾 已经承受不住 晕死过去 武道本尊神是探查一番 见燕北辰性命战时无碍 才轻输一口气 天狼驮着昏睡的燕北辰 跟在武道本尊身后 一路前行 一边跟武道本尊 讲述着关于极乐净土的诸多信息 月末一个时辰之后 最前方的天际 浮现出一条漆黑的粗线 横贯左右 蔓延无尽 那便是大铁围山了 天狼望着天际的黑线 倒准确来说 大铁围山不像是一座山峰 更像是一条不知其几亿万里的山脉 围绕极乐净土 舟渣如轮 也就是说 每个想要进入极乐净土的生灵 都要越过这座大铁围山 极乐净土与九霄仙玉 魔玉并列 能将整个极乐净土包围起来 这座山脉的有多长 没过多久 五道本尊就已经来到大铁围山的脚下 远处望去 无法体会这条山脉的壮观 站在山脚下 才能感受到自己的渺小 这条山脉变体漆黑 看上去坚硬无比 连绵不绝 与神骁大陆的盘龙山脉 还要为额雄伟 更散发着一种佛门的神圣威严 这条山脉 就像是守护极乐世界的坚固围墙 抵挡无数邪魔污秽 所有生灵只有越过这道围墙 才能抵达佛门净土 五道本尊突然抬手握拳 朝着面前的大铁围山打了一拳 砰 这一拳 五道本尊动用七成力量 大铁围山纹丝不动 山峰表面 甚至没有一丝岩石碎莫松散 而五道本尊反而感觉手掌有些疼痛 嘿嘿 天狼笑了一声 道 大铁围山迷密牢固 无法毁灭 不腐不坏 岁月难催 未知金刚 这座大铁围山 便是金刚不坏 当年 老主人与九霄仙玉 极乐净土那二十多位帝君大战 也没能撼动此山 可见这座山峰的无上伟力 五道本尊不再尝试 准备登山 按照地图上的指引 而越过眼前这座大铁围山 穿过一片海峡 才能见到铁围山 阿比地狱就在铁围山中 我想到一件事 就在此时 天狼突然说道 其实 想要救下燕北城 也未必要去阿比地狱下面 而且 就算得到完整的摩执佛夜经 也未见得就能保住他的性命 天界中 能够治愈圆神上式的仙草灵要极为稀少 极了净土就有一棵 名为无忧树 无忧树 五道本尊反问道 佛门三大圣树之一 对于无忧树 五道本尊再熟悉不过 当年 别月曾在藏龙谷底拿走一朵无忧花 种在他的丹田中 用来替代灵根 后来还曾助他修复经丹 度过一场大劫 天荒的佛经中 就记载着三大圣树的传说 相传 佛陀降生于无忧树下 得道于菩提树下 涅槃于苏罗树下 也正因为如此 无忧花中 蕴藏着一种生的力量 才让苏子墨碎裂的金丹 可以死而复生 转念至此 五道本尊心中略过一丝名物 道 也就是说 无忧树上的这种生的力量 可以置于燕大哥的元神 天狼道 准确来说 只有无忧果才可以 无忧果 乃是无忧树生机的结晶 等于是一颗生命果实 其余的无忧花一类 生命力量不够 治疗一些肉身伤势 自然不在话下 无忧树在哪 五道本尊又问 无忧树是佛门三大圣树之一 必然有无促高僧看守 左爱重重 但总强过连大地都望之 却不得禁地 若是能不入阿比地狱 自然最好不过 无忧树 原本就在铁围山上 天狼说的时候 神色有些古怪 停顿了一下 原本 五道本尊听出天狼话里有话 就没问道 什么意思 天狼道 无忧树原本在铁围山上 不远处及为阿比地狱的入口 但老主人与二十多位帝君那一战 也在铁围山上 无忧树被牵连 早已被打得支离破碎 无忧树已经死了 五道本尊问道 是 天狼点了点头 像是无忧树这种灵物 聚集一方世界的气韵凝聚而成 就如同天界剑木一般 至少在极乐净土上 根本不可能有第二颗 这么多年过去 无忧树没有复生吗 五道本尊又问 天狼摇头道 当年一战 无忧树被打得支离破碎 生机断绝 肯定无法复生 停顿少许 天狼又道 无忧树虽然死了 但若是能寻找到散落的无忧果 还是可以治愈焰北城的 原神之伤 嗯 五道本尊沉吟不语 不管怎样 他都要先去铁围山上看看 无忧树也曾经生长在那 铁围山上 或许有无忧果的蛛丝马迹 原来如此 五道本尊登山道一半的时候 突然自语一声 什么 天狼下意识地问道 五道本尊道 当年波寻帝君与二十多位帝君的一战 波及范围极大 极有可能无意间打通下界天荒大陆的通道 所以 才会有两大剑决一落天荒 因为无忧树被打碎 藏龙谷底的那朵无忧花 应该也是诛灭波寻一战中 从铁围山上飘落下去的 造化清廉 这样天地唯一的圣物 原本应该是在上界 但却出现在天荒大陆 这有些奇怪 按照天狼所言 诛灭波寻一战中 有佛门帝君参加 伤亡惨重 造化清廉 极有可能是某个佛门帝君之物 这位佛门帝君 陨落在那一战中 最终导致造化清廉与两大剑决 无忧花一起 坠落在天荒大陆上 阴差阳错间 这些天荒大陆上的神物 改变过很多人的命运 诸如上古时代的佛皇 建皇 而这一世 他们成就了苏子墨的崛起 第二千二百九十三章修罗寺 大铁围山极高 五道本尊和天狼一路上行 未曾歇息 也足足攀登大半天的时间 当两人一郎抵达山顶的时候 已是暮色笼罩 不远处处立着一排岁月斑驳的石墙 石墙沿着大铁围山绵延不绝 一望无尽 透过石墙 能看到里面露出的一些古老建筑的边角 透着一股禅意宁静 像是寺院建筑 铁围山在哪 五道本尊问道 正常来说 越过这座大铁围山 再穿过一片海峡 就能抵达铁围山 天狼说道 也就是说 想要继续前行 就必须要越过这排石墙 五道本尊和天狼上前几步 看到一处大门 门梁上悬挂着一张牌匾 上面写着三个大字 修罗寺 五道本尊微微皱眉 燕北尘道好修罗 没想到 这里居然有个修罗寺 只是巧合 还是另有玄机 亦或是说 燕北尘前来本就是命中注定 对修罗寺 你了解多少 五道本尊问道 不清楚 天狼摇头道 当年我追随老主人在这里与九霄先玉 极乐净土的帝君大战之时 还没有这座寺庙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这座修罗寺在暮色的笼罩之下 透着一丝鬼迷阴森 对修罗寺一无所知 也不清楚这座寺院是什么品阶宗门势力 若是玄机寺院 情况还好 按照天界宗门实力的排名 玄机寺院 修为最高是九阶天仙 对五道本尊毫无威胁 但若是地级寺院 就不好办了 能达到地级的品阶 就意味着寺院中有真一静强者坐镇 真一静又分四个层次 归一 天仁 空明 洞虚 五道本尊如今的战力 毫无保留的权力出手 只能打败归一旗的真仙强者 若是碰到天仁 空明 洞虚 五道本尊也只能战壁锋芒 五道本尊沉淫少许 没有贸然硬闯 而是上前倾扣四门 咚咚咚 敲了几下之后 五道本尊就守在寺院门口 耐心等待 想要继续前行 就只能从这座修罗寺街道 为过多久 里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抵达门前 外面神木人 里面传来一声询问 五道本尊审声道 在下荒芜 想要借到贵寺 前往极了净土 还望通融一下 智亚一声 寺院大门缓缓打开 里面闪出两个光头僧人 穿着僧袍 修为境界不高 只是悬仙层次 两位僧人的目光 在五道本尊的身上打亮一番 盯着摩罗面具看了半天 也没看出什么名堂 摩罗面具不但可以遮挡面容 还能隔绝神室探查 再加上本尊修炼五道 别说这两位僧人修为不够 就算是真仙前来 也看不出本尊的深浅 两位僧人的目光 又落在五道本尊身后的天狼身上 天狼身形巨大 目露凶光 浑身散发着杀气 两位僧人脸色为变 当两位僧人看向天狼背上的燕北辰的时候 同时大皱眉头 摩欲修士 两位僧人低贺一声 厌北辰虽然昏死过去 但他修炼摩执经 身上的执念魔气极为浓郁 维持着体内残存的生机 摩欲修士 不许踏入佛门净土 两位僧人眼中浮现出极度厌恶之色 呵斥道 施主请回 说完 两位僧人退回寺院 通隆一声 寺院的大门关闭 五道本尊站在关闭的寺院门前 漠然不语 冰冷的银色面具之下 也没有什么情绪波动 佛魔之间的对立冲突 比仙魔更加激烈 几乎无法共存 天狼道 最古老的记载中 古魔波寻与古佛同时诞生 相传 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之时 古魔波寻就率领八十亿魔众前来 爆发佛魔大战 佛魔之间的恩怨纠葛 由来已久 深入骨髓记忆 对于这段传说 五道本尊也有索尔文 传说中的古魔波寻 乃是最古老最强大 最恐怖的恶魔 而这一世的波寻帝君 也着实强大 竟然能将佛魔两种道法领悟到极致 达到佛魔同体共生的境界 前有古魔波寻 后有波寻帝君 佛魔之间的恩怨越来越深 所有的佛门弟子 都是谈魔色变 天狼道 在佛门修世中 视魔狱为惠土 与极乐净土正好相反 若是知晓我们来自魔狱 肯定不会让我们踏足极乐净土 生怕我们身上的晦气污染净土 五道本尊始终没有说话 半赏之后 他微微侧目 看了一眼昏死的燕北辰 燕北辰的状态越来越差 根本不知道还能支撑多久 留给他的时间不多 五道本尊不想在这 末首成规的等待下去 直接伸手 按在修罗寺的大门上 发力一阵 轰 伴随着一声巨响 这座寺院大门 被五道本尊一掌震碎 四分五裂 激荡的沉烟滚滚 木屑四溅 方才的两位僧人还没有离开 转头看到这一幕 满脸惊骇 两人没想到 这个戴着银色面具的紫袍男子 竟然敢硬闯修罗寺 嗷嗷 天狼驮着燕北辰 穿过滚滚烟尘 杀气腾腾地跃入修罗寺中 不断地嚎叫 极为兴奋 要大开杀戒了吗 天狼早就迫不及待 眼中胸光涌动 星红的舌头舔着狼唇 盯着不远处的两个僧人 低吼一声 直接扑了上去 这两位僧人不过是玄仙修为 天狼已经修炼到天元静衣中 在天狼凶残的威压之下 两位僧人吓得腿都软了 动都不能动 更别说出手反抗 惨烈腥臭的气息扑面而来 两位僧人快要窒息 满脸绝望 天狼的血盆大口 几乎就要将两个僧人吞下去 天狼的身形 突然停顿在半空中 一动不动 哦 紧接着 天狼惨叫一声 差点咬掉自己的舌头 不知何时 五道本尊来到天狼身后 伸出手掌 拽着天狼毛茸茸的大尾巴 将它生生给拽了回来 天狼这一下扑得凶猛 被五道本尊在身后突然来这么一下 毫无防备 只觉得屁股一阵火辣辣的疼痛 尾巴好像被扯断了一样 哦 天狼怒吼一声 转头看着五道本尊 怒目而逝 但他与五道本尊冰冷的眼神一碰 瞬间软了下来 目气烟消云散 只是眨着眼睛 乌叶一声 满脸委屈 老实点 五道本尊淡淡地说道 你守护好燕北辰 不用你动手 第二千二百九十四章 他回来了 五道本尊此番是来救人 并不是要杀人 这座修罗寺中的僧人 由于佛魔之间的恩怨心生抵触 但说到底 五道本尊与这些僧人没什么深仇大恨 苏子莫书生出身 虽心有猛虎 但骨子里并非是杀之人 天狼则不同 他原本就是七秦魔王 追随波寻帝君在魔狱的土地上杀伐无数 不论是前世还是如今 天狼都可以算得上是纯粹的魔头 若是让天狼出手 这座修罗寺中的生灵 不知道要陨落多少 两个玄仙僧人已经瞎傻了眼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五道本尊和那头巨大天狼 从两人头顶上穿行过去 不敢阻拦 什么人 敢擅闯修罗寺 来人止步 刺门碎裂 传来的动静 很快传入寺院之中 前方有一道道身影现身 散发着强大气息 朝着此地挤驰而来 五道本尊神是一扫 这些僧人的修为明显强大许多 但境界最高的也不过是九阶地先 你们拦不住我 散了吧 五道本尊淡然说道 轻轻挥动一下袍袖 便迸发出一股强悍无匹的力量 笼罩下来 前方的促使为僧人 还没等冲到境前 就纷纷从半空中跌落下来 这些僧人降落在地上 都没受什么伤 但每个人的身上 仿佛有一万斤的无形力量镇压着 根本无法腾空跃起 也只能目送两人一郎继续前行 阿弥陀佛 五道本尊没走出多远 天地间就响起一声神圣泛音 徐徐传来 鱼音不觉 直抵人心 这道佛号 竟是针对道心的秘法 想要撼动五道本尊的道心 燕北辰昏死过去 这道佛号对他毫无影响 而天狼曾是七秦魔王 道心之坚定 更是难以撼动 五道本尊能凝聚出道心 踢地时阶 这种道心冲击 对他而言 完全没有半点感觉 前方的寺院中 一道道身影腾空而起 约有数百位僧人 均是天仙修为 为首之人手持禅杖 慈眉善目 眼眸中散发着悲悯的神情 五道本尊站在修罗寺的上空 散发神势 不断地蔓延 将修罗寺尽数笼罩在其中 寺院中的一切都映照在心间 这座修罗寺中 修为境界最高的 就是眼前这几位高僧 均是九阶天仙 居中的老僧手持禅杖 看其装扮气度 应该便是修罗寺方丈 也就是说 这个修罗寺应该只是一个玄疾宗门 当然 在前方寺院的地底深处 隐隐散发出一股强大蛮横的生命气息 只不过 这股生命波动若有若无 似乎正在沉睡之中 奇怪 五道本尊的心中 生起一丝迷惑 大铁围山 乃是极乐净土的边境 离铁围山的距离最近 地狱独特 在这里建立这样一所寺庙 却只是玄疾势力 寺院中连真仙级别的强者都没有 这本身就有些古怪 施主 前方乃是佛门净土 还请施主原路返回 修罗寺方丈传声说道 若施主肯放下屠刀 修罗寺院引渡施主 洗去污秽 斩断沉思 皈依我佛 修罗寺方丈低眉垂目 但眼眸中 却散发着一种悲悯光芒 声音中也蕴藏着一种神圣伟丽 震聋发聩 菩萨低眉 此乃佛门无上秘法 佛门有言 金刚怒目 不敌菩萨低眉 当年佛祖一句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便能度化诸多绝世魔头 可见这道秘法震撼人心的魔力 只是 五道本尊道心间不可动 便真是佛祖在世 能否将它超度 都是未知 更何况眼前的修罗寺方丈 五道本尊伸出白皙的双手 晶莹如玉 反问道 我手中无刀 何来放下屠刀一说 五道本尊闯入修罗寺 未杀一人 双手没有沾染半点血腥 此言差矣 修罗寺方丈神色淡定 唯唯一笑 道 所谓屠刀 并非是指手中之刀 而是指恶意 恶言 恶行 还有一切妄想 妄念 迷惑颠倒 分别执着 这些乃是施主的心中之刀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是要让施主放下妄想 分别 执着 放下心中之刀 才能归依我佛 方丈放下分别了吗 五道本尊淡淡地问道 美等修罗寺方丈回答 五道本尊继续问道 若是方丈放下分别之心 又何来佛魔之说 又为何要阻拦我进入极乐净土 修罗寺方丈仍是低眉垂目 但眼眸上的白眉 却微微抽动一下 可见内心的波动 双方虽然没有动手 但这言语上的交锋 也是刀光剑影 这属于佛门中的疾风论道 修罗寺方丈见五道本尊 能这么快地反应过来 说出这样一番话 就知道对方在佛法上的领悟 绝不弱于自己 我此番前来 并无恶意 只为救人 五道本尊继续说道 佛经有云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方丈因为分别之心 阻拦我前往极乐净土 方丈这心中之刀 才是杀人无形 若方丈执意阻拦 我看方丈心中的执念 怕是不弱于在下 修罗寺方丈深吸一口气 努力平复内心波动 不断默念经文 安抚心神 在五道本尊的疾风之下 他的道心已经动摇 五道本尊又道 另外 我心中迷惑 一个杀人无数的绝世魔头 放下屠刀的一刻 就能成佛 死在他手中那些无辜冤魂又该怎么算 有人行善无数 但只要犯下一桩错事 就立刻会遭受万人责骂 更谈不上皈依佛门 这又算什么 你们为何会对魔头如此宽容 对天下苍生 却又如此苛责 这句话的锋芒 如同利剑 直接洞穿修罗寺方丈的道心 这番话 简直动摇了诸多佛门僧人的根本信念 修罗寺方丈脸色大变 身形摇晃 几乎无法在半空中站立 望着五道本尊的眼神 充满着惊恐惧怕 五道本尊的银色面具上 始终冰冷 原本没有任何神情流露 但此时 修罗寺方丈在这张银色面具上 仿佛看到一位法相庄严 神圣慈悲的佛香面容 在五道本尊的脑后 似乎绽放着一团团光晕 佛光笼罩 但五道本尊的眼眸 却深邃如鸢 仿佛蕴藏着强大的魔力 魔狱来的佛 修罗寺方丈的声音 带着一丝颤抖 佛魔同体 佛魔共生 在修罗寺的记忆中 上一个魔狱中人 在佛法上有如此领悟的人 便是传说中的波寻帝君 他回来了 他回来了 修罗寺方丈疯了一般 大声嘶吼着 波寻回来了 第二千二百九十五章 溃步成君 方丈 众僧惊呼一声 修罗寺方丈神志不清 已经陷入蜂魔之状 眼中的悲悯消失不见 只剩下无尽的惊慌恐惧 对于修罗寺方丈口中的波寻 众僧自然都听过 只不过 波寻帝君早已陨落在阿比地狱中多年 怎会死而复生 再者说 眼前这个紫袍男子虽然戴着银色面具 有些神秘 但与波寻帝君这样的强者相去甚远 修罗寺众人看不出五道本尊的修为境界 但他们却能探查到 天狼不过是一阶天仙的修为 不足为惧 身边的坐骑灵宠 不过是一阶天仙 以此推断 这个紫袍男子的修为境界 也绝不会太高 至少不会超过天元境 大胆魔头 在我佛门净土中妖言惑众 另一位九阶天仙的僧人当机立断 审声道 修罗寺众僧听命 联手将这魔头镇压 众僧应允一生 数百位天仙级别的僧人 纷纷祭出天阶法宝 爆发出一道道神通秘法 遮天蔽日 汹涌而来 护风唤雨 撒豆成兵 三头六臂 诸佛龙相 一道道绝世神通迸发出来 衍生出的力量波动席卷四方 引得天地变色 飞沙走石 诸佛吟唱 龙吟虎啸之声不绝于耳 神圣浩大 绵绵不绝 似乎要净化天地间的一切邪魔污秽 天狼魔宫今生 对这种佛门神通 神圣泛因最为抵触 他前世虽为七情魔王 但如今修为不过是一阶天仙 这些佛门绝世神通爆发出来的神圣伟力 让他感觉到极度不适 天狼低吼连连 心神不住 五道本尊双眸深邃 冰冷的银色面具上没有任何表情 站在半空中窥然不动 身后突然绽放出九道紫色光阴 每一道光阴之上 都交织着无尽的神秘符文 明练着五道意志 五道本尊体内的力量不断攀升 气息暴涨 天地间 仿佛静止 所有的法宝神通 全都在半空中一动不动 短暂的停顿之后 九道命轮绽放 迸发出无数神秘符文 紫气弥漫 横扫千军 诸多法宝 不论是什么品阶 尽数被五道本尊的九道命轮崩飞 佛门的众多绝世神通 也被九道命轮爆发出的力量镇压 当场溃散 化为一道道天地元气 修罗四众僧脸色亥然 这么多天仙强者同时出手 竟然被眼前遮的紫袍修饰一招全部击溃 修罗四众僧甚至不知道 那就到环绕着神秘符文的紫色光晕 究竟是什么手段 难道此人会是真魔 几位九阶天仙的僧人心中一领 就在此时 五道本尊突然开口 爆发出一声咆哮 万灵之音 在这咆哮声中仿佛有龙吟 有凤鸣 有鹤铃 有马斯 有蓝豪 有圆体 有虎啸 有犬吠 亿万生灵的呼喊 天地众生的呐喊 在这一刻交织汇聚 宁成一声响彻九霄 震天动地的咆哮 五道本尊创造出这道音域秘法之后 也只是动用过一次 这道音域秘法威力极大 是本尊融合无数音域秘法凝炼而成 甚至比清廉真身的龙吟秘法还要恐怖 而这一次 五道本尊没用权力 只是释放出六成的力量 即便如此 对面前的数百位修罗斯僧人 也近乎是毁灭性的打击 诸佛吟唱 龙吟虎啸之声 瞬间消散 扑扑扑 一些低阶天仙根本承受不住 狂吐鲜血 控制不住身形 从半空中跌落下来 修罗斯的及格九阶天仙 虽然勉强抵挡下来 但也觉得双耳刺痛 脑海中嗡鸣作响 一片空白 暂时失去了意识 众僧溃不成军 与此同时 前方修罗大殿的地底深处 似乎有什么东西被这道万灵之音惊醒 迸发出一股强横无匹的生命波动 轰 修罗斯的地面都跟着颤抖了一下 在修罗斯的最深处 有一片毫不起眼的坟种 埋葬着一些陨落作画的修罗斯僧人 在天坟种旁边 有一幢简陋不堪的茅草屋 摇摇欲坠 似乎被风一吹就会散架 这幢茅草屋矮小破败 看上去与旁边的那些坟种 也好不了多少 茅草屋没有门 里面空洞洞的 一片漆黑 就在此时 在这幢茅草屋的门洞里面 缓缓走出来一位老僧 穿着一身漆黑如墨的僧袍 没有胡须 但他的两条白眉雀垂的老长 几乎快到双肩 老僧身形枯瘦 略为驼背 显得身形矮小 脸庞上布满皱纹 眼眸浑浊 抬头看了一眼万灵之音传来的方向 便收回目光 老僧来到一座坟种前 微微弯下身子 将这处坟种周围的杂草拔去 略为打扫一下 这处坟种上 立着一块墓碑 奇怪的是 这块墓碑上一片空白 没有任何字迹 老僧突然做出一个奇怪的举动 伸出干枯凌寻的双手 按住墓碑的上眼 轻轻一跃 缓缓地爬了上去 随后 老僧努力地翻个身 坐在墓碑的上面 背对修罗四 望着极乐净土的方向 蒸蒸出神 不知在想些什么 修罗四中 五道本尊只是释放出九道命轮 万灵之音 根本没有动用权力 修罗四中僧就已经一片哀嚎 抵挡不住 魔头 就算你进入极乐净土 我佛门中也会有罗汉前来 将你阻截下来 你根本走不远 一位九阶天仙的僧人大声吏喝 罗汉 便是九霄仙玉的真仙 魔玉的真魔 只不过称呼不同而已 都是真一净修士 是吗 五道本尊淡淡地说道 若是他们前来 就让他们下阿比地狱找我吧 阿比地狱 听到这四个字 修罗四中僧都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 他们当然不认为 五道本尊真的会去阿比地狱 毕竟 那是连大地都望而却步的境地 古往今来 不知埋葬过多少强者 魔头 你硬传我修罗四 进入极乐净土 究竟要干什么 一位修罗四僧人大声质问 五道本尊越过修罗四中僧 身形突然顿住 私存少许 道 贵司若是有无忧果 我可以离开 不踏入极乐净土半步 无忧果 一位僧人怒目而逝 大声道 你这魔头此番前来 竟是想要图谋我佛门圣物无忧果 别说无忧术碎裂 这天地间已经没有无忧果 就算是有 也绝不能让它过去 快去将它唤醒 释放出来 诛杀死魔 第二千二百九十六张战 阿修罗 守在修罗四大殿中的僧人 得到命令 毫不迟疑 直接催动秘法 释放出一道道灵光 没入大殿的地面之中 东 一生惊天动地的巨响 修罗四大殿的下方 似乎有什么恐怖生命 正在苏星崛起 将要破土而出 五道本尊面无表情 一路前行 天狼紧紧跟随在后面 不论遇到任何凶险 你只要记得保护好燕北城离开 不用管我 五道本尊神是传音道 好 天狼毫不犹豫地应下来 书画之间 五道本尊已经抵达修罗四大殿前方 通隆隆 只见修罗四大殿的地面 突然裂开一道道巨大的缝隙 尘土飞扬 里面探出来两条粗壮的手臂 哗啦 紧接着 这两条手臂按在地面上 一尊高大的身影裂地而出 身躯高大 直接将修罗四大殿的穹顶洞穿 这道身影犹如一尊铁塔 身上缠绕着一道道秀机斑斑的锁链 赤裸着身躯 浑身散发着野蛮狂暴的气息 这个庞大的生灵的面容与人族相似 但生得极为丑陋 头顶生有双脚 微微弯曲 尖锐无比 吼 这尊生灵瞪着双眼 对着五道本尊的方向 爆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 气浪滚滚 修罗四大殿在这咆哮声中 都在不断晃动 随时都会坍塌 这尊生灵咆哮之时 体内气血涌动 脖颈上一条条巨大的青筋突起 宛如缠绕着的巨蟒灵蛇 极为圣人 肉身很强 五道本尊没有与之交手 就能感受到 这尊生灵体内恐怖的气血 和强大的肉身 五道本尊神是扫过 却看不出这尊生灵的修为境界 这是什么种族 五道本尊皱眉问道 是阿修罗 天狼盯着不远处的那尊高大身影 宁声道 阿修罗一族非人 非妖 非鬼 非神 但天生力大无穷 拥有极为强大的战斗力 他们这一族修炼 与其他种族皆不相同 旁人无法探查修为 不过 若是阿修罗族踏入真一境 会有明显的变化 多生出一颗头颅 多长出两条手臂 若是踏入洞天境 成为阿修罗王 则会变成三颗头颅 六条手臂的形态 三头六臂 五道本尊青南一生 不错 天狼道 三头六臂 这道绝世神通 最初就是从阿修罗族流传出来的 若是阿修罗一族踏入地境 他们的头颅 不会再增加 但手臂还会多长出一对 成为八臂阿修罗 对于阿修罗这个种族 五道本尊所知不多 天荒大陆上也从未见过 六道轮回中 有一道名为阿修罗道 不知与阿修罗族又有什么关系 不过 当五道本尊得知眼前这尊生灵的来历 也就明白了 这座寺院为何叫做修罗寺 天狼道 主人不能大义 阿修罗一族肉身血脉极为强大 战斗力极强 绝不弱于龙族神族之类 诛杀死魔 几位修罗寺的僧人 对着阿修罗大喝一声 这尊阿修罗怒吼连连 冲破修罗寺大殿 大步流星 朝着五道本尊冲了过来 五道本尊的身后 凝聚着九道命轮 目光大胜 不退不避 迎着阿修罗冲了上去 抬手便是一拳 与这尊顶天立地的阿修罗相比 五道本尊的身形 看上去无比渺小 他的反击 更像是以卵及时 浮游汗术 但五道本尊这一拳 迸发出来的力量和意志 却雄魂厚重 大气磅礴 如山月 如深海 如火山喷涌 如海啸袭来 没有站在五道本尊的对面 就无法形容面对 这一拳感受到的压力 这尊阿修罗的脸庞上 也浮现出凝重之色 吼 只见他低吼一声 也抬起巨大坚硬的拳头 犹如一颗铁垂破空杂来 重重地撞在五道本尊的拳头上 砰 拳拳相抵 半空中爆发出一声闷响 天地似乎都跟着战斗了一下 两拳碰撞 中爆发出来的力量鱼泊 几乎凝聚成实质 像是一道道涟漪 朝着四周迅速地蔓延 修罗寺中的诸多建筑被其牵连 纷纷倒塌 烟尘飞舞 众僧抬头望着半空中的两道身影 满脸震撼 他们没想到 这个看似渺小的紫袍男子 竟然能在近战之中 接住阿修罗的拳头 这人是什么肉身 什么体质 修罗似众僧脑海中的这道念头 还未散去 只见半空中 阿修罗神色痛苦 倒退两步 痛呼一声 而那个紫袍男子仍是窥然不动 银色面具 冰冷如故 近战之中 阿修罗竟然败下阵来 修罗似众人难以置信地望着这一幕 天狼笑了一声 道 咱们运气不错 这尊阿修罗只有两条手臂 修为还没有达到真一境 啊啊啊 阿修罗不断地怒吼咆哮 只见他舞动着双臂 在他的腋下 竟然又长出两条手臂 天狼的笑容 渐渐凝固 僵在脸上 舞到本尊双目为宁 阿修罗心生的这两条手臂 颇为瘦弱 明显还没有成长到巅峰 也就是说 这尊阿修罗虽然踏入真一境 但战力也不是真一境的巅峰 转念至此 舞到本尊不等阿修罗将力量积蓄起来 突然踏前一步 抬手又是一拳 主动朝着阿修罗垂了下去 与此同时 舞到本尊体内气血涌动 传出一阵阵海潮之声 汹涌澎湃 这一拳太凶了 阿修罗的气势 彻底被舞到本尊压制 他怒目圆征 双臂交叉 高高地架在身前 两条手臂上肌肉球结 宛如铁水胶竹 闪烁着金属光泽 充满着爆炸的力量感 轰 舞到本尊的拳头砸落下来 如同流星坠落在地面上 爆发出一声巨响 阿修罗们横一声 高大的身躯都被砸得矮了一截 双腿围曲 差点跪倒在地上 舞到本尊催动气血 阿修罗已经抵挡不住 舞到本尊没有给阿修罗丝毫喘息之机 再度上前 踏出一步 这一步 已离天之势 向前一踩 轰 这一脚 再度踏在阿修罗的双臂之上 扑扑扑 阿修罗的双臂 爆出一团团巨大的血雾 整个人被舞到本尊踩在脚下 轰隆一声 双膝跪倒在废墟之中 口鼻喷血 第二切二百九十七张守墓人 阿修罗身形高大魁梧 如今却跪在地上 在他高举的双臂上 站着一道看似渺小的身影 但就是这道身影 将阿修罗死死地踩在脚下 抬不起头来 修罗似中僧瞪大双眼 满脸惊骇 这曾阿修罗乃是一位 佛门罗汉强者 花费极大的功夫和精力 才将其降服 守护这座修罗寺 没想到 不过三两个回合 阿修罗就被这个紫袍男子镇压 动弹不得 更可怕的是 这个紫袍男子 还是在近战之中 将阿修罗打爆 纯粹是气血和肉身的对抗 其实 若阿修罗第一时间 就爆发出全部力量 或许还能在舞到本尊的手中 多称一悔儿 方才他气势被舞到本尊所夺 一身蛮力没能彻底释放 就已经被舞到本尊降服 贵寺没有无忧果嘛 舞到本尊将阿修罗踩在脚下 却并未下杀手 再度问道 他此番前来 只想要救下燕北城 于眼前的这个修罗寺 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没必要大开杀戒 无忧术早已碎裂 你来晚了 一位僧人冷笑道 想要无忧果 你就下阿比地狱去吧 那里说不定会有 好 我正要去那里看看 舞到本尊淡淡地应道 那个僧人愣住 他方才只是随口一说 根本没想过这个子狂男子 会去阿比地狱 阿比地狱 不要说是在天界 就算是在整个上界 都是凶名赫赫的境地 帝君也不敢进入一探究境 假阿比地狱 等同于自觉 寻死 自从无间地狱存在以来 不知道有多少强者 想要探寻无间地狱的秘密 但所有进去的人 没有一个活着出来 阿比地狱 就像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 可以吞噬一切 你再说什么 那个僧人仍是不敢相信 星鹤一生 你知道阿比地狱是什么地方吗 五道本尊没有理会 修罗四众僧 身形一动 带着天狼朝着前方行去 很快就消失在众僧的视线之中 痴兄 怎么办 一位僧人道 方丈道心崩溃 已经走火入魔 神志不清 要不要传讯给普陀寺的罗汉强者 先派个人跟上去 看看这个子袍修氏究竟要去哪 另一位僧人审声道 若是他真进入阿比地狱 咱们就不用理会 反正进了阿比地狱 等于一个死人 好 一位僧人身形闪烁 朝着五道本尊的方向追了过去 修罗四极为广阔 五道本尊一路前行 走了约末一刻钟 才看到修罗四后院的围墙 五道本尊带着天狼 正要越过围墙 离开修罗四 却突然顿住身形 目光转动 落在修罗四后院的一处角落里 那里有一片不起眼的坟种 旁边立着一幢破败简陋的茅草屋 摇摇欲坠 这些都没什么 唯一有些古怪的是 有一位老僧正坐在一块墓碑上 背对着五道本尊 老僧弯腰驼背 形如枯稿 唯唯仰头 两条白眉几乎垂在双肩上 望着极乐净土的方向 神态安详 也不知道正在看什么 老僧的这个姿势 有些奇怪 坐在一个人的墓碑上 多少对死者都有些不敬 更让五道本尊心生迷惑的是 方才他明明散发出神事 将修罗四上下都探寻一遍 却没有察觉到这位老僧的存在 五道本尊的神事 在老僧的身上转了一圈 只是一个低阶悬仙 而且寿源将近 浑身散发着暮气 已经时日无多 游进灯窟 五道本尊感觉这位长眉老僧有些特别 但具体哪里不同 却有说不上来 敢问大师法浩 五道本尊降落下来 来到长眉老僧旁边 微微拱手询问道 长眉老僧缓缓转头 看了五道本尊一眼 又看了看旁边的天狼 浑浊的双眼 看不出丝毫波动 神色也没有任何变化 没什么法号 一个守目人而已 长眉老僧淡淡地回应一句 似乎对五道本尊和天狼一点不感兴趣 看了一眼便收回目光 这里怎么会有一座修罗寺 五道本尊问道 大概是几万年前吧 那边出了一些大动静 长眉老僧抬起古兽如柴的手臂 摇摇地指了一下方向 五道本尊对照地图看了一眼 那边正是铁围山阿比地狱的方向 天狼也曾说过 再次万年前 阿比地狱中似乎发生什么巨大变故 导致他和镇玉顶同时坠落到下界 长眉老僧道 那之后 净土僧人就在这里建了一座寺庙 时时看着那边 若是再有什么动静 可以尽快传遍净土 五道本尊暗暗点头 这倒是说得通 只是在这附近观望铁围山 有没有异动 只是一个玄机宗门就足够了 这些坟种里买的都是什么人 五道本尊又问 长眉老僧道 都是寺院中座话陨落的僧人 大师身下的这座坟种的墓碑上 怎么没有名字 因为这个人还没死 这是谁的坟 我的 老僧还没死 就已经提前将自己的坟种 墓碑都准备好了 而且长眉老僧还坐在自己的墓碑上 如此安静 如此坦然 似乎早已堪破一切 等待死亡的降临 五道本尊的心中 生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怪异之感 身后的衣摆 传来一阵异动 五道本尊微微侧目 只见天狼低垂着头 咬着他的衣衫下摆 正在轻轻拽动 催促他快点离开 五道本尊深吸一口气 拱手道别 长眉老僧一动不动 甚至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五道本尊腾空而起 带着天狼朝着铁围山的方向 继续前行 你认得这个老僧 五道本尊问道 不认识 走出老远之后 天狼才常常吐出一口气 似乎如是重负 道 但不知道怎么的 这老头给我感觉英气森森的 跟他待在一起 特别不舒服 刚才他就那么看我一眼 我浑身的狼毛都竖起来了 五道本尊倒是没有这种感觉 而且在这个长眉老僧的身上 他也没有感觉到任何敌意和杀鸡 灵绝没有任何反应 这老头真古怪 还没死呢 就提前给自己准备好坟墓 也不怕晦气 天狼又嘟囔一句 守墓人 守墓人 五道本尊清难一生 若有所思 第二千二百九十八章地狱之门 大铁为山巅极为宽阔 五道本尊和天狼越过修罗寺 又是一路及迟 约莫半个时辰 才抵达山顶的另一端 这期间 一位修罗寺僧人始终跟在他们的身后 虽然这位修罗寺僧人隐藏得很好 身法速度极快 却也瞒不过五道本尊的感应 五道本尊没有将他放在心上 抵达此地 向远处眺望 就能看到一座漆黑高大的山峰 矗立在一片深海之中 正是传说中的铁为山 与寻常山峰的维俄雄伟不同 看见铁为山的第一眼 五道本尊感受到的就是阴森冰朗 在铁为山的方向 灵爵不断示警 还没登上铁为山 五道本尊就感觉到一阵阵星际 似乎将要大难临头一般 五道本尊自修行以来 还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感觉 纵然当年面对血魔道君 五道本尊也没有过这种心计之感 现在退回去 还来得及 天狼也看出五道本尊有些犹豫 低声劝道 那阿比地狱中 自成一界 隔绝天地元气 陷入其中 什么神通法术都释放不出来 而且 在里面还有无数的阴魂厉鬼 这些阴魂厉鬼当年有的是真仙 有的是先王 甚至有的是帝君 这些阴魂厉鬼聚集在一起 源源不断 疯狂地吞噬生命精元 撕咬血肉 当年的老主人都扛不住 更何况是你 我此番前来 并非没有一点依仗 五道本尊淡淡说道 天狼又道 还有 就算是有神兵法宝 在阿比地狱中 都将沦为废铜烂铁 地狱中有阿比魔器 沾染在神兵法宝上 能将神兵法宝的所有法律封禁 五道本尊道 我没有什么神兵法宝 我的拳头 就是最强的神兵 走 五道本尊说了一声 当先朝着铁围山行去 天狼满脸抗拒 却也只能硬着头皮 咬牙跟上去 铁围山和大铁围山之间 还隔着一道海峡 暗无天日 只有两山之间的这片海洋 泛着一片片幽绿的光芒 若是宁神去看 这海洋上 似乎燃烧着一片片幽绿色的细密火焰 极为诡异 五道本尊离开大铁围山之时 就开始凝神戒备 身世散开 准备应对一切突发变故 好在一路上 有惊无险 下方的幽绿色海洋 泛起一丝丝波动 随后又平息下来 半晌之后 五道本尊和天狼终于登上铁围山顶 踏上铁围山顶的瞬间 五道本尊突然感应到 在前方有一种强烈的召唤 似乎在催促着他前行 你 你也感受到了吧 天狼踏上铁围山的时候 已经无法控制自己 开始瑟瑟发抖 产生到 这 这就是阿比地狱的魔力 现在咱们要是退回去 还有希望活着 若是再进一步 可能就是万劫不复 五道本尊微微侧目 看了一眼天狼背上的燕北尘 沉默少许 缓缓道 继续 说完 他当先朝着前方行去 天狼躲在五道本尊的身后 一边小心翼翼地跟着 一边说道 阿比地狱辽阔无边 就算咱们掉下去 想要找到老主人的尸体 也是大海捞针 当年 我就是葛契林 不能四处走动 对于阿比地狱了解不多啊 天狼的声音 已经带着一丝哀嚎 对于阿比地狱的记忆 他只有恐惧 就在此时 五道本尊突然顿住身形 天狼差点一头撞在上面 五道本尊冰冷的摩罗面具之下 神色凝重 双眸望着前方不远处的 一个巨大的深渊 呼吸沉重 铁围山的正中心 竟然有这样一道暗不见底的深渊 站在上方朝着深渊中望去 只能看到一片漆黑 以五道本尊的墓里 也看不到下面究竟是什么 这处漆黑深渊 就像是一个远古巨兽的血盆大口 等待着猎物上门 之前的那种召唤之感 就是从这处深渊中传出来的 任何踏上铁围山的生灵 都很难抵挡这种召唤之感 这 这 这就是阿比地狱的入口 地狱之门 天狼浑身站抖了一下 五道本尊突然问道 大铁围山和铁围山都是同一种材质吧 是 天狼下意识地应了一生 不知道五道本尊为何有此疑问 五道本尊悠悠地说道 当年 诸沙波巡 二十多位帝君强者在这里爆发大战 都没能撼动铁围山 而无见大地 竟然在铁围山上破开这样一个巨大的深渊 无见大地的恐怖 可见一般 就在此时 这处深渊入口突然传来一股巨大的吸扯力 就像是巨兽之口将要合拢 五道本尊和天狼就站在深渊边缘 根本抵挡不住这种力量 两人一狼倒头栽入深渊之中 嗷嗷嗷 天狼发出一阵犀厉的惨叫 随后声音迅速被黑暗吞没 两人一狼的身影 也随之消失不见 不远处 看到这一幕的修罗似僧人吓得浑身一颤 转身就逃 这人真是不知死活 还敢登上铁围山 这位修罗似僧人嘀咕一声 头也不回地朝着修罗似飞驰而去 五道本尊在降落下来的时候 就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伸出手掌 扑住天狼和他背上的燕北尘 两人一狼聚在一起 没有被冲散 他们下坠的速度太快 五道本尊毫不犹豫 直接释放出九道命轮 在他的身后 浮现出一道道紫色光阴 符纹闪烁 但转瞬间 这九道命轮上 突然蒙上一层淡淡的黑雾 及格呼吸的时间 九道命轮悄然溃散 这就是阿比魔器 天狼注意到这一幕 神是传音道 我们还没有真正进入阿比地狱中 此处的阿比魔器很淡 可即便如此 九道命轮已经抵挡不住 两人一狼继续下坠 耳边风声呼啸 在这处深渊之中 能见度极低 以五道本尊的目力 也看不了多远 只能看到周围一丈左右 神是探查的范围 也相差不多 五道本尊一边控制身形 一边心中默默计算下坠的距离 百丈 千丈 十万丈 百万丈 两人一狼的下坠趋势仍没有停止 下面的漆黑深渊似乎永不见底 五道本尊也不清楚 下方究竟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 第二千二百九十九章地狱恶犬 五道本尊的下坠趋势 始终没有衰减 似乎就这么一直地坠落下去 在他们的身下 仿佛是一处无底深渊 可以吞噬一切 五道本尊已经无法计算 进入地狱之门后 两人跌落的高度 也不知过了多久 两人一郎似乎穿过一层如水般的屏障 突然进入到另一处空间 这处空间中 阴气森森 布满黑色大雾 五道本尊进入此地之后就发现 自己的元神 体内的元气 都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压制着 无法催动 神室探查范围有限 能见度也是极低 到了 这就是阿鼻地狱 天狼颤抖的声音响起 细不可闻 他似乎生怕惊醒阿鼻地狱中的什么可怕存在 进入此地 连神式传音这样最简单的法术 都难以释放出来 周围的黑雾 就是阿鼻魔器 五道本尊的一只手掌 始终拖住天狼 能感受到天狼的身躯正在瑟瑟发抖 他是真的害怕了 五道本尊 尽可能地稳住身形 又过了一会儿 他终于降落在壁面上 下方传来脚踏实地的感觉 周围极为安静 透着一丝阴森恐怖 五道本尊 凝神望去 双眼中隐约泛起两团火焰 让自己的目力范围尽可能地扩大一些 依旧什么都看不到 五道本尊只能看到脚下漆黑的地面 周围漆黑的岩石 有些岩石上 还沾染着星红的血迹 地狱中的阴魂厉鬼 似乎没有出现 怎么走 五道本尊轻声问道 我也不知 天狼脸色惨白 摇头道 这地方跟我记忆中的不太一样 走这边 五道本尊略为沉吟 随便选了个方向 当先行去 天狼紧紧跟在后面 不断地四处观望 精神紧绷 燕北尘仍趴在他的背上 处在昏迷的状态 周围的一切 都是未知 五道本尊不敢走得太快 月末走出几十里 周围竟悄悄地 除了五道本尊和天狼的脚步声 没有其他多余的声音 一路行来 五道本尊在阿比地狱中 看到不少尸骨 不过大多早已风化 轻轻触碰 就化为骨灰 就连这些尸骨旁的储物袋 都已经腐烂破碎 里面的法宝神兵 都已经沦为尘土 他还经过一片血泊 这血液也不知存在了多久 竟然还没有干涸 五道本尊没敢靠近 那片血泊中 蕴藏着极为恐怖的力量 又走出十几里 五道本尊突然顿住脚步 猛地转身 凝神望去 天狼吓了一跳 也连忙停下身形 怎么了 天狼小声问道 刚才多了一个脚步声 五道本尊缓缓说道 李氏说 天狼神色惊恐 五道本尊道 有什么东西 刚刚跟在后面 撕 天狼呲牙咧嘴 吸着冷气 浑身的狼毛倒竖起来 整个身躯都膨胀了一大圈 五道本尊的视线中 只有一片浓密的黑雾 什么都看不到 五道本尊深吸一口气 继续朝着前方行去 这一次 身后多出来的那道脚步声 再也没有出现 月末走了半个时辰 左侧的黑雾中 突然传来一声一动 咔嚓 这种声音 像是什么东西踩断枯骨 才会发出来的脆响 五道本尊神色凝重 寻声望去 只见那边的黑雾中 突然冒出一团赤红色的光点 像是一个诡异的灯笼 缓缓飘来 这个灯笼 渐渐接近 天狼宁神戒备 瞪大双眼 到了这一刻 他反倒镇定下来 毕竟前世曾是七情魔王 经历过太多血雨腥风 见过无数凶险境地 在这样的关头 惊慌失措 只有死路一条 没过多久 一个庞大的身躯 渐渐显出轮廓 从黑雾中走了出来 这是一头恶犬 看上去有三丈多高 身上血肉模糊 身躯一侧 还露出一根根肋骨 恶犬的脑袋 也只有半边 独眼中流露出 无尽的凶残杀鸡 露出锋利猙獰 流淌着粘稠的口水 在天荒大陆的藏龙谷底 都出现过凝聚血肉的阴魂厉鬼 在上阶的阿比地狱中 能诞生这样的恶犬生灵 五道本尊毫不意外 吼 恶犬盯着五道本尊 看了一会儿 似乎有些摸不准 低吼一声 朝着天狼扑了过去 天狼毫不畏惧 身形一闪 避开恶犬的攻势 突然回头一口咬在恶犬的脖颈上 猛地甩动 咔嚓 恶犬的脖颈 被天狼一口咬断 半边脑袋无力地搭拉下来 天狼吐了一口 撇撇嘴 道 狗东西 这点手段也敢来招惹我 天狼转身 正要离开 这头被他咬断脖颈的恶犬 却诡异地站起身来 搭拉着脑袋 独眼盯着天狼 眼眸中的血光越发明亮 就在天狼转身的刹那 恶犬站起身来 扑了过去 发动致命攻击 天狼意识到凶险的时候 已然不及 一道紫色身影闪过 五道本尊的速度更快 来到天狼身后 直接探出双手 按住恶犬的两只前爪 朝两边用力一撕 刺拉 一阵善人的声音响起 这头恶犬被五道本尊 生生撕成两半 鲜血横流 即便如此 恶犬仍没死透 他的半边身躯 在地面上微微蠕动 但再想要站起身来发动攻势 已经不可能了 这种阴魂厉鬼凝聚成实质 衍生出来的生灵 没有什么是海原神 想要彻底杀死他们 除非将他们烧得干钱净净 灰飞烟灭 你之前没见过这种恶犬 五道本尊周梅问道 从天狼刚才的表现来看 似乎没有与这种恶犬交手的经验 天狼摇头道 没见过 我和老主人掉进来之后 老主人原地疗伤 没过多久 就有无促阴魂厉鬼化作的乙群蜂涌而来 无穷无尽 老主人重伤在身 抵挡不住乙群的攻势 才最终身语 五道本尊成因少许 道 如你所言 阿比地狱辽阔无边 遭遇到不同的地狱生灵 也在情理之中 好在这头地狱恶犬的实力不强 对我们威胁不大 天狼微微摇头 道 这头恶犬的力量确实很弱 但阿比地狱中 肯定有比他实力强大得多的阴魂厉鬼 若是那些强大的阴魂厉鬼醒来 我们完全抵挡不住 只有尽快找到老主人的尸骨 想办法离开此地 才有机会活命 第二千三百章梵英正哲 五道本尊继续前行 这一路上 又有几头地狱恶犬出现 但都被他出手斩杀 有惊无险 在这种暗无天日 阴森恐怖的空间中 四处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 也不知过了多久 天狼心中越发烦躁不安 咱们就这么漫无方向地找下去 就算没有什么威胁 恐怕寻找葛亦万年也未必能找到老主人的尸骨 天狼忍不住说道 朝这个方向走 应该没错 五道本尊脚步不停 淡淡地说道 你怎么知道方向正确 天狼问道 五道本尊正要解释 灵爵突然是井 他环顾四周 只见周围的茫茫黑雾之中 浮现出一个个通红的灯笼 正朝着此地迅速接近 一阵阴风吹来 黑雾淡化许多 露出众多地狱恶犬的身形 不知何时 五道本尊和天狼已经陷入地狱恶犬的包围之中 目光所及之处 都能看到地狱恶犬的身影 呼 众多地狱恶犬盯着五道本尊和天狼 眼眸中露出视血光芒 喉咙深处发出一阵阵低吼声 怎么办 天狼咬牙问道 冲出去 跟紧我 五道本尊目光大上 身形移动 抢先出手 直接冲入前方的地狱恶犬的包围之中 喉 众多地狱恶犬也爆发出一阵咆哮 同时发给公示 朝着五道本尊杀了过来 五道本尊气血生腾 体内传出一阵阵海潮之声 五动双拳 薄战八方 噔 噔 噔 五道本尊的每一拳 都迸发出强悍无匹的雄魂力量 打在这些地狱恶犬的身躯上 要么将其身躯打爆 要么这些恶犬打得四分五裂 没有一头恶犬 能抵挡住五道本尊的拳头 五道本尊就像是一件人形的神兵法宝 一路横冲直撞 杀出一条血路 无可阻挡 天狼紧紧跟在后面 不敢落下半个身形 周围的地狱恶犬 仍在不要命地朝着此地蜂拥而来 在五道本尊和天狼的后面 疯狂地追赶撕咬 只要天狼的动作烧慢 就会被无数的地狱恶犬淹没 眨眼尖就能被撕成碎片 哼 五道本尊又是一拳 将一头地狱恶犬崩飞 他的身躯也是微微一震 这一拳 仿佛打在铁围山上一般 坚硬无比 嗯 五道本尊脚步不停 侧目看了一眼 方才被他一拳打飞的那头地狱恶犬 跌落在不远处 竟然晃了晃头 又重新站起身来 这头地狱恶犬受他一拳之力 几乎是毫法无损 天狼担心的事情 已经发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 惊动的阴魂厉鬼只会越来越多 后面出现的阴魂厉鬼 也会越发强大 到如今 就已经有地狱恶犬 能抵挡住他权力一拳 若是再过一会儿 必定会出现可以杀死他的阴魂厉鬼 只是 五道本尊脑海中有个迷惑 为何如今现身的这些阴魂厉鬼 都是以这种地狱恶犬的形式存在 这应该跟阿比地狱的某种法则有关 但具体是什么关联 他一时间又想不明白 此时此刻 也容不得他分心 砰 就在此时 又一头地狱恶犬扑上来 五道本尊反手一拳 谁知这头地狱恶犬的反应也极快 探出爪子 与抵挡住五道本尊的拳头 同时张开大口 朝着五道本尊的喉咙狠狠咬了下去 五道本尊神色不变 吐气开声 震得这头地狱恶犬浑身一颤 与此同时 五道本尊又是一拳 打在这头地狱恶犬的天灵盖上 降其震退 这头地狱恶犬承受五道本尊一拳 只是浑身抖了抖 没有受到半点影响 降临在地面上 再度扑了上来 五道本尊的前冲之势 也停滞下来 天狼跟在后面 两人一狼顿助身形 瞬间便有众多地狱恶犬扑了上来 一股血腥的恶臭扑面而来 完了 天狼心中一叹 阴差阳错之下 他虽然从阿比地狱中逃出生天 甚至得已重生 没想到 今日又葬身于此 想到此处 天狼双眼一闭 只能感叹一声造化弄人 就在此时 五道本尊口吐梵音 迎送出一段玄奥神秘的佛门经文 梵音绵 想彻天地 一道道金色的梵文浮现 将五道本尊和天狼 焰北尘笼罩在其中 形成一道屏障 这些地狱恶犬刚刚冲上来 却突然看见这些金色梵文 一个得脸色大变 连忙止住身形 后面的地狱恶犬控制不住身形 与前面的撞在一起 乱成一团 方才那头可以与五道本尊交手 不落下风的地狱恶犬 看到这些金色梵文 血红的眼眸中 也流露出深深的恐惧 天狼睁开双眼 看到这样震撼的一幕 不仅目瞪口呆 无数的地狱恶犬围在两人的周围 却不敢上前半步 甚至有不少地狱恶犬已经开始逃跑 像是看到什么极为可怕的东西 有的地狱恶犬趴伏在地面上 瑟瑟发抖 星红的眼眸中充满着恐惧 这是什么 天狼张着狼嘴 下意识地问道 停顿少许 天狼似乎想到了什么 扑口道 我知道了 是波耳涅槃经 不错 五道本尊也没有隐瞒 他此番决定前往阿比地狱 寻找摩执佛夜经 最大的依仗 其实就是波耳涅槃经 阿比地狱 乃是无间大地以自身肉身创造出来的 而无间大地的兵器 便是正欲顶 正欲顶中 可有波耳涅槃经 阿比地狱中的所有阴魂厉鬼 大多都陨落于无间大地之手 对于波耳涅槃经肯定极为熟悉 对于无间大地的恐惧 也早已深入灵魂 就算他们变成阴魂厉鬼 凝聚血肉 变成什么地狱恶犬 突然听到无间大地当年的经文 也会畏惧害怕 果不其然 在五道本尊迎送出波耳涅槃经的范文之后 众多地狱恶犬全都后退 不敢上前 快走 五道本尊低声催促 朝着前方一路急迟 前方的众多地狱恶犬 纷纷让开一条通道 不敢阻拦 就算有几头气息强大的地狱恶犬 神色有些犹豫 也没有贸然上前